女人为了抢走别人的老公尽花钱故人去侮辱对方的老婆 正当男人要下手时反被惊吓过度的微笑咬了一口 微笑趁着男人吃痛的间隙撒腿就跑 跑出胡同后正好被回家的金珠看到 微笑再次被坏人掳了进去 气急败坏的他先给了微笑一巴掌 当他想在做微笑的时候 金珠及时感到挡住了对方 男人眼看打不过金珠转头就跑了 金珠紧紧抱着受到惊吓的微笑安慰他 等微笑镇定下来金珠打算报警处理 哪知微笑却怕事情老大婆婆知道后 又要找自己的麻烦阻止了金珠 而微笑回到家彻夜未眠 似乎今天的事给他带来不小的心理意义 但他并没有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老公 隔天因为微笑没有起床干活 婆婆怀疑他就是不想做饭才偷懒 明在护着老婆让母亲找个保姆 哪知母亲说微笑就是不花钱的保姆 明在听后让母亲把钱给微笑当作保姆工资 母亲当着孩子面数了微笑的 不是被明在打断 内音这边紧张地等待男人的电话 结果却得到对方事没办成的消息 他责怪男人无能的同时很担心事情带入 于是在上班时他套话明在看看对方的反应 然而明在并不想搭理他直接进了电梯 哪知内音紧跟起后先跟明在道歉诋毁微笑的事 随后又主动凑近明在 看明在对自己不再排斥 内音得寸进尺看了看摄像头故意去啃明在 正好在电梯门打开时这一幕被同事们看到 听到同事开始议论自己跟明在的关系 内音露出得意的笑容 同时微笑的女儿拿完巨熊不小心打破了三口合照 这在微笑看来像是预照着什么 而明仔为了让母亲亲行把调查出来 内音当陪酒女以及假留学学历的时告诉了他 母亲看着内音的照片惊呆了 闹了半天他被内音耍得团团转 气愤的明仔母亲出来给了内音一巴掌并辞退了他 内音苦苦哀求给自己几分钟时间解释 最后被保安轰了出去摔在地上 内音一抬头正好看到明在跟微笑看着他的彩状 他不再丢人现眼滴溜着包离开了 然而内音并没有放弃挣扎 他一遍遍地跟明在母亲打电话 明在母亲从来没有被人如此轻视过 内音打来的电话他都给挂断了 打不通明在母亲的 内音又联系明在 然而明在当着微笑面边吐槽边挂断了电话 微笑自从知道了内音就是跟他一起 过儿院长大的女孩后就被内音心软了 他还在担心 内音被明在赶出公司以后该怎么生活 明在说不看内音的背景也是个有能力的人 反正内音今后都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他们以为赶走内音所有的事情得到了解决 没想到内音一直坐在公司门口台阶上 想报复计划 看着微笑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 内音心里极度不已 内音上次让男人侮辱微笑没有成功 这次他又联系男人让他如走微笑的门 本来男人拒绝了内音 但他看着病床上的母亲 心意红又跟内音拨去了电话 另一边微笑正在带着女儿在市场互动 而铁锤一直在身后等待时机 就在微笑跟女儿开心地等待爆米花时 没想到声响正歪了的老太太 微笑想也没想丢下女儿跑去帮助老太太 等他想起来女儿时却不见了海岚的踪影 微笑一遍遍呼喊女儿的名字 却不知这一别尽是有别 微笑在市场到处寻找孩子的身影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孤儿院闺蜜的阴谋 此刻孩子已经被内音安排的人带到很远的地方 而找不到孩子的微笑内心几乎崩溃 他无助地蹲在地上颤抖着拨通了警局电话 直到市场人已经走干净了 微笑依旧蹲在原地等着奇迹出现 他不敢把孩子丢的是告诉老公 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 这时警方已经赶到现场 微笑说老太太摔倒后自己就回头看了下 一眨眼的功夫孩子就不见了 警方让微笑等消息 而明在也接到女儿丢了的消息匆匆赶来 明在认为是妻子的疏忽 导致了女儿走丢不断指责微笑 殊不知这都是她的烂桃花所为 此刻微笑的心里也不好过 但她还要跟明在道歉安慰对方 回到家婆婆得知孙女被微笑弄多了气急败坏 现在婆婆更加认定微笑就是灾心不停地拉扯她 幸好警方阻止了婆婆的行为 警方让她们注意绑匪来电 她初步判定海岚应该是被劫走了 微笑回到卧室想起老太太摔倒自己丢下女儿去服务就懊悔不已 她锤打着胸口非常恨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另一边海岚被铁锤带到内音指定的地点等待转移 孩子哭了睡 醒了又接着哭的叫妈妈 微笑仿佛心灵感应般顺着脑海里的哭声走了出去 明在见状赶紧追微笑淡晚了一步 微笑已经坐上出租车来到了白天丢了女儿的市场 她脑海里都是孩子回淡了哭声 就在微笑崩溃时明在感到把人带回了家 一整晚像是过了一整年 微笑看着女儿的照片心口疼得不行 屋外警方说如果劫匪没有要钱 那很有可能是仇家作为 陀伯斯来想去自己最近只得罪的内音 他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明在 明在找到内音当面对质 内音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说白天自己因为伤心喝多了 说完还趁机抱着明在安慰了一顿 然而第二天内音就跑到约定地点跟铁锤会合 铁锤收了钱把熟睡的孩子抱到内音的车里 内音看着海岚嘴里嘟囔着让他去怨恨微笑 跟自己没关系 转头内音把孩子交给了之前乡下认识的大婶 并给了他一笔钱谎称是自己的孩子 托他照顾一段时间 几天过去微笑每天半夜都会想起丢孩子的场景 他又莫名地走出家门 没想到正好被金珠看到 金珠一路跟着他来到丢女儿的市场 可孩子已经被内音送去了乡下 不会再出现在市场里 明在就这样静静地在身后抱着微笑无声安慰 冷静下来的微笑突然想通了竟然大口干饭 他要自己活下去才能找到女儿 婆婆误以为微笑没心没肺女儿丢了还能大吃二喝 怒吃了他一顿 微笑这边生不如死 而内音则一大早熬了锅粥准备给您在献殷勤 一进屋内音假惺惺安慰您在 随后把精心熬的粥给放到了碗里 微笑已经懒得搭理内音的行为 可内音见嗖嗖地问微笑 怎么才几天不见脸色这么难看 内音提起俩人在过儿院的友情说能理解微笑的心情 微笑不想搭理他回了屋 现在微笑已经现实跟幻觉分不清了 他抱着刚到货的玩具就要进屋喊女儿 明再看出他的异常把他拉回现实 没一会微笑又拿着女儿玩过的泡泡机要给女儿吹泡泡 出去的路上金珠正好看到微笑往公园走去 他回到家找了个借口匆匆跑去了公园 此刻微笑假装女儿在自己身边自言自语 金珠看着失常的微笑告诉他海岚已经没了 看得如屈窍一般的微笑 金珠忍不住心疼地抱住了他 时间长了甚至出现了妄想和幻听的症状 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跟脑海里的女儿对话 丈夫看着现在异常的妻子不放心丢下他去上班 可妻子又想起来孩子的事恢复正常 只是眼神极其空洞 等丈夫上班后妻子独自在街上忙走 他看到女儿同款玩具熊就上前跟小朋友抢夺 微笑可怕的样子把小朋友吓哭 哭声引来男孩母亲 微笑被拽倒后一直蹲在水果摊前不动 老板没办法用微笑手机联系上了金珠 金珠着急忙慌跑来接微笑 他细心地为微笑处理手上的伤口 这时有个疗养院的男人联系上微笑说有个孩子很像海岚 微笑激动地联系上老公让他一起过去 哪志亚人空欢喜一场孩子并不是海岚 老公当场急眼埋怨微笑的父亲自从发了传单 假电话他接了数十通 你一句话不说 你为什么有传承机制造成 明在说现在警方还没有公开调查 如果孩子因为发传单出现意外 微笑的父亲担不起这个责任 两人现在因为女儿的丢失感情逐渐出现裂痕 明在也终于说出心里话 他怪微笑如果没有放开女儿的时候 女儿就不会丢 微笑痛苦地说能回到那时候的话 他绝对不会放开 但是回不去的过去他能怎么办 明在被气得长叹口气丢下微笑离开了 走到半路他又于心不忍回去找微笑 但没看到人 而此刻微笑已经坐着金珠的车离开 家里婆婆也因为微笑父亲发的传单 接到很多恶作剧的电话 婆婆气得大发雷霆 他进屋警告微笑 如果他的亲戚再插手孙女的是 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白天微笑被婆家人指责埋怨夜晚 他就做起了梦中梦 微笑起来看到女儿自己回来了 他让明在起来看看 哪只女儿不想靠近他并埋怨他为什么放开自己的手 说完孩子就离开了他 微笑的梦明显是处于内心深处的自责 他被惊醒后让明在杀了自己 微笑开始后悔自己的善良 他自责自己那天不该去管摔倒的老太太 不该放开女儿的手 明在安慰微笑只要找到海南就好了 到时候一家三口去吃海鲜去旅游什么都不管了 能幸福地在一起就好 听了老公的话 微笑发传单更卖力气了 然而有的老头不理解微笑的行为 甚至直接把传单扔到地上 指责微笑孩子都能弄丢 微笑跟老头理论时正好被金珠看到 金珠的女友看不过去老头 欺负女人上前为微笑打抱不平 打发走老头海鲜还帮微笑一起发传单 这样喜欢微笑的金珠内心很不适滋味 海鲜看微笑可怜热情地把她带到了家里吃饭 哪知海鲜的后妈啊拼了微笑 丢了女儿竟感同身受不自觉地哭了 微笑走后她回到房间拿出一条 跟之前微笑抽屉里一模一样的绿手绳 原来曾经富婆未婚先孕 但后来女儿走丢了 手里的绿手绳 她跟亲生女儿一人一条也是唯一的信物 屋外海鲜发现微笑的手机望在了桌子上 金珠自告奋勇 拿过手机要给微笑送过去 海鲜并不知道金珠认识微笑也没在意 然而就在金珠还了微笑手机 查看她之前手伤时正好被内因看到 内因看出来金珠对微笑的感情 感觉事情越来越好玩了 另一边内因脱箱下照看海岚的大婶 把孩子独自关在家里出了门 海岚不断摇晃门 竟意外把门打开了 小小的她不认识路一路走到了江边 她想过将回家找妈妈 好在被度假的小情侣看到及时安抚住了她 两人一看海岚就是大公司丢的孙女 于是联系上了明在 哪知名在接电话时正好内因在旁边 她得知海岚被路人找到吓坏了 趁着明在不注意内因赶紧离开打算先去找海岚 同时接到女儿电话的微笑正快马加鞭地赶去现场 路上她不停地安抚女儿恨不得立马飞到海岚面前 然而内因尽快两人几步先赶到了小情侣这里 想趁机再偷走海岚 内因让大神把小情侣的狗放走 趁着小情侣追狗的间隙 内因跑到帐篷里把熟睡的孩子抱走了 路上内因突然停车拿走了海岚手里的玩具熊 她要伪装海岚已经离世 不然明在夫妻会一直找孩子 想完内因直接把玩具熊丢进了江里 让内因想不到的是孩子真的跟微笑阴阳两格了 等她回来跟大神会合时正好看到海岚出事故 朋友在江边苦苦寻找孩子正好看到女儿的玩具熊和鞋子 她看向江中间边喊边要冲下去找海岚 情绪激动之下微笑晕倒在丈夫怀里 同时微笑的女儿被大神带着上厕所 哪知她趁大神蹲坑之际逃跑了 海岚想回到江边找妈妈没想到跑到了马路中间 做完坏事的那因回来正好看到孩子发生事故的一幕 微笑昏迷梦到了女儿跟自己道别一个人下了疆 正当她被惊醒时一睁眼看到婆婆要掐死自己 微笑被掐得喘不上气 关键时刻鸣在近来阻止了母亲 婆婆指责一切的根源都是微笑把孩子带出去造成的 一周后海岚的尸体并没有在江里找到 内因看着新闻报道警方已经断定海岚尸体顺着江水飘进大海 听到警方放弃了其他方向的寻找 内因松了口气 想到微笑以为海岚掉进江里痛苦晕倒的样子 内因狠毒的嘀咕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第二天警方就通知微笑一家停止搜查 微笑坚信自己的女儿还活着 因为她在电话里叮嘱女儿在原地等着他们 女儿不会掉进江里 可明在显然对微笑已经不耐烦凶了她一顿 而婆婆每次有事都会听信老头的蛊惑 老头把所有的事情都扣在微笑是灾心的头上 她让婆婆给海岚举行纪婚仪式就能解决所有不好的事情 微笑一出门口看到婆婆准备烧海岚的东西 她一把抢了过来第一次大声跟婆婆说话 微笑说完抱着孩子衣物进了屋 婆婆被气坏了 微笑抱着孩子衣服不愿意接受海岚已经没了的事 哪知明在进屋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不断提醒微笑孩子已经没了 没有发现尸体是因为顺着将近了大海 明在给微笑推理一系列孩子死了的事实 不管微笑深受打击的样子 明在说完就走了 来到公司母亲又逼明在离婚 她要明在给海岚做完季婚仪式立马里 那因听到俩人的对话心里暗暗得意 以前明在不管怎么样都不离婚 现在女儿被微笑弄没了明在肯定不会原谅微笑 隔天婆婆不顾微笑的祖兰跑去参加祭祀 微笑脑海里都是女儿的声音 她跑到仪式现场阻止 然而却晚了一步 老头已经把海岚从出生到现在的衣服跟照片都少了 回到家微笑就看到婆婆命人把全家福 及所有跟海岚有关系的东西全部清理了 微笑赶紧联系明在让她回家阻拦婆婆 哪知明在看到微笑的电话已经很烦了 在听说了微笑的拜托后 她直接拒绝了微笑 明在赞同母亲的做法 她认为现在留着海岚的东西也没用了 可微笑怕海岚回家了怎么办 她坚信海岚会回家 明在激动地告诉微笑女儿死了 并不是留着女儿东西她就可以活过来 俩人的对话被奈英听到耳朵里 她假意劝明在实际是帮明在母亲说话好 让明在跟微笑的隔阂变身 微笑被明在挂掉电话后愣了很久没缓过来 她没想到身为孩子父亲能这么无奇 本想在阻拦工人的微笑被婆婆要求滚出家门 最后婆婆推散着微笑把人赶了出去 她说微笑如果以死来赎罪 她就承认微笑是自己的儿媳 说完婆婆决绝地关上了大门 而微笑看着处理废品的车掉下来的海岚玩具 她捡起来心疼地抱在怀里 不知不觉微笑走到了山顶 等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于是联系上金珠 金珠听后问了微笑周围的标志 根据微笑说的标志 金珠在去山上的路上碰到了微笑 看到微笑的瞬间金珠放下心来 金珠把微笑安抚在车里 然而微笑目光呆滞地让金珠去给自己买咖啡 在金珠走后 微笑看着海岚的玩具萌生了随海岚而去的想法 她下车走到路中间影响交通 可小汽车避开了她逃过一劫 微笑又选了个大货车直直地走了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金珠感到救下了她 微笑责怪金珠的多管闲事 金珠一把抱住微笑让她振作下去 一大早微笑重新回到了家里 让婆婆很气愤 不管婆婆怎么骂她赶她 微笑抱着海岚的玩具就要给婆婆做饭 婆婆把微笑的行为认为是在挑衅自己 她直接把离婚协议扔到明在面前让她签字 明在直接把离婚协议给拧巴了气氛离开 这些都被门外的内音听到 她心里很确定孩子没了后名 再对微笑的感情已经变了 现在只需要让明在下决定就可以了 于是内音假惺惺拿着礼物来家里看微笑探情况 没想到金珠跟微笑打电话时正好被内音听到 金珠听说微笑一个人要去江边 怕她又想不开 于是着急忙慌地跑到微笑家接她 内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要利用金珠对微笑的感情让明在下定决定离婚 回到公司内音把微笑跟一个男人去江边的是告诉了明在 她要给明在的心理先埋个影子 而这也如内音所愿明在跟微笑的关系开始破裂 女人亲手为离世的女儿准备生日蛋糕却被全家人指责 丈夫看到后更是拿起蛋糕狠狠地呼到桌子上 女人默默地边哭边把蛋糕又捧回去 婆家人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失去女儿的心情 微笑只能跑到娘家为离世的女儿开生日派对 她现在已经接受了女儿不在的事实 于是打算把存为女儿以后要用的钱 全捐给自己小时候待的孤儿院 哪知就在微笑委托金珠律师处理这件事时 正好被内音看到 内音把俩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下来发给了明在 还添油加醋地说微笑经常跟金珠见面是不一般的关系 明在当即冲到微笑俩人面前不问清楚就揪金珠的衣服 微笑只感觉明在的行为太丢人了直接毁了家 然而明在不依不饶直到家里质问微笑 她借着自以为微笑犯错的因由来发泄女儿丢了后压抑的心情 再听到微笑解释说把女儿的钱都捐给了孤儿院 明在更是心中不满微笑的独断独行 她相信了母亲的说法是微笑可怜的身世传染给了女儿 明在问微笑有空管阿猫阿狗没有空管海澜吗 她不明白微笑连阿猫阿狗都管怎么会丢了自己的女儿 微笑不断跟明在道歉 她想让明在原谅自己的失责 微笑难以置信明在竟然打了自己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明在说出了更绝情的话 她让微笑代替女儿死 明在的举动不仅吓坏了微笑也让刚进门的婆婆吓一跳 刚刚接受女儿离世事实的微笑想起明在的话 又陷入深深的悲痛自责之中 但她此刻心里需要有个人依靠 微笑又卑微地联系明在想道歉 可明在看到微笑的电话去接了 随后明在接到微笑的道歉短信 微笑说是自己想得太短钱了 她应该跟明在商量下再捐钱的 微笑祈求明在不要生气了 然而明在对微笑的道歉短信嗤之以鼻 微笑抱着手机一直等明在回短信 然而短信没等来却等到婆婆来劝她离婚 婆婆答应微笑只要她离婚 就让微笑娘家一辈子不愁吃穿 可微笑只想跟明在一起 度过失去女儿的这道难关 这让婆婆气急败坏 大声嚷嚷害死孙女的人就是微笑 这时明在喝得醉醺醺回到家 微笑见状赶紧跑过去搀扶 没想到明在直接甩胎了她 微笑屁颠屁颠跟着回了屋 她一直想靠近明在 可明在不允许她靠近自己 还不断指责是微笑害了女儿 她现在看着微笑只有厌恶的感觉 说完明在发起风来不断地怪微笑 现在微笑没事了又换明在发疯了 婆婆在外面听着屋里的打杂声 反倒松了口气 她感觉儿子能发泄出来总比憋坏了情 半夜那英打扮精致地等待明在 她知道明在肯定会来找自己 那英这个偷走别人孩子 真正害了明在孩子的凶手 竟毫无愧疚安慰明在 她让明在难受的时候来她身边 她可以协助明在适应没有女儿的生活 而微笑则在被砸得乱七八糟的家里吓得瑟瑟发抖 直到早上一夜没睡的微笑开始收拾屋子 一直以为女儿的死是自己的责任 微笑在夫妻关系里变得卑微起来 她来到公司跟明在道歉昨天的事 并保证以后会好好做好好对婆婆跟明在 说完就要给明在拿她爱吃的蔬菜 明在说不吃 她自顾自地拿了出来 哪知明在直接把饭盒扒拉到地上 还说看到微笑的脸就讨厌 她做的食物也是吃不下更想吐 说完明在便离开了 躲在门后的内音看着微笑蹲在地上 收拾食物的样子暗自得意 家里微笑等到明在后半夜都没有回来 殊不知对方睡得比谁都像 微笑独自把准备好的饭菜又收了起来 隔天明在接到幼儿园电话让她去拿海岚的物品 晚上她看着海岚的物品堵私人 明在越想越气跑到屋里 看着蜷缩在床上睡觉的微笑开始指责 微笑看到明在回来起来迎接结果换来一个大壁兜 明在举着椅子冲微笑扔了过去 她不断地砸屋里的东西泄愤 吓得微笑抱着头蹲在地上不敢动 明在愤怒焦虑压抑失控等情绪愈演愈烈 她大声责备微笑甚至言语过激地 问微笑为什么还能吃下饭睡着觉 幸好婆婆及时进屋阻止了明在的过激行为 婆婆并不是好心就微笑 而是怕微笑会告儿子动手打她 明在现在什么都不在乎 只想让微笑替女儿死 微笑想到明在的行为下的蜷缩在厨房不敢动弹 而害了孩子真正的凶手 喷着香水等待明仔的到来 不出所料今天明仔来找她了 内音明知顾问舔着脸 问明在家里盛世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失去女儿的明在已经心深疲惫不想说话 内音利用明在最脆弱的时候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让明在的心渐渐向她靠拢 不知过了多久微笑哆嗦着回屋收拾地上的狼藉 一早朋友过来看微笑发现了她脖子上的伤 微笑谎称是自己摔的 朋友并不相信她荒唐的说辞 她告诉微笑一旦男人动一次手以后 就很难改掉这个毛病 微笑坚信明在是因为失去了女儿太痛苦才会这样 她要在明在最痛苦的时候好好坚持下去理解明在 朋友被微笑气哭 喝得明顶大醉来到微笑养父家说漏了嘴 微笑养父带着儿子找到明在办公室质问她动手打微笑的事 哪知明在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在愤怒的时候才打的微笑 说完把微笑养父甩到一边 微笑弟弟看父亲闪了老腰用头给明在磕破了鼻子 即便闹得不欢而散 明在更是以微笑养父闹腾唯由要把她赶出家门 她收拾好微笑行李就要把微笑送去娘家 微笑苦苦哀求明在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拿海澜当理由留下来结果换了个大笔兜 微笑还以为明在失去女儿需要自己的陪伴 殊不知明在已经有了新妓女陪她渡过难关 当明在抬手想再揍微笑时被路过的金珠拦下 明在一看是金珠立马怀疑俩人的关系 她转头揪住微笑的领口抬手就要打 忍无可忍的金珠拦住她揍了上去 微笑看到后冲到明在面前关心她反而被甩到一边 明在本想还手但明显不是金珠的对手 微笑拦着明在让金珠离开 微笑给了明在台阶下没想到在金珠走后 她把气又洒在微笑身上 明在也不送微笑了 她直接把行李扔了下来 嘴里说着最绝情的话让微笑滚 明在甩开微笑吓唬了她一下便离开了 金珠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她 而微笑又把行李箱提回了家 正当她要把衣服放回原位时接到了内音的电话 内音告诉她明在的地址让微笑来接人 等微笑感到想服明在结果被甩开了 明在告诉微笑她要去内音家里 内音扶着明在故意停留下来 在微笑面前秀恩爱 微笑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 然而这还没完 内音在公司里告诉微笑婆婆污蔑微笑 跟金珠有不正当的关系 微笑婆婆也不合时想也没想就信了内音 她叫完微笑当着律师的面替 她盖了离婚协议的印章 微笑激动地起来说 她跟明在不能就这样结束想要回协议书 可换来婆婆一个大笔斗 婆婆打完微笑立马叫人把她轰了出去 正当微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看到了明在 微笑把婆婆不经过自己同意拿着她的印章 在离婚协议上盖章的是告诉了明在 她本想求助明在 没想到明在轻松地说自己也要去盖章了 微笑赶紧拦住明在说会 等到她回心转意她不离 明在警告微笑在死缠烂打就一起去法庭 她甚至怀疑海澜就是微笑跟金珠见面时才丢的 明在的猜测让微笑感到荒唐半天没缓过来神儿 而明在走后直接在离婚协议上盖了章结束了跟微笑的婚姻 婆婆开了离婚协议开心的要庆祝 还迫不及待的让明在重新装修她的房间去去会起 微笑刚出公司门口就摊坐在地上 她情绪崩溃的联系上朋友去喝酒 半夜朋友把喝得烂醉的微笑俯回家 第二天微笑刚睡醒就接到婆婆让她回家拿行李的电话 婆婆让微笑今天之内把她的东西拿走 不然就给她扔了 因为她要重新装修明在的房间 让微笑不知道的是 昨天才刚刚盖章离婚的明在 今天就带着那英回家了 那英就像妻子一样照顾明在关心她 她让明在去洗澡自己给明在拿换洗衣物 而那英进了房间看着还没拆掉的结婚照 嘀咕着微笑如果早点自己出去 也不会有海澜的事故了 男人跟妻子刚离婚一天 就迫不及待的把其他女人带到家里 妻子带朋友来收拾行李 正好看到眼前心寒的一幕 哪只被打扰到的男人不仅没有愧疚 还理直气壮 怒斥前妻进屋不敲门 朋友当即就要冲上去揍明在 但被微笑拉住了 微笑让明在在考虑下离婚到底对不对 然而明仔竟直接摘下俩人的结婚照扔在地上 还用他那49码大臭角度照片上微笑的脸 您再说完绝 情话就走了 留下微笑看着地上的结婚照哭泣 整理好情绪的微笑 最后看了看他待了多年的厨房 回忆起海澜还再时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 微笑恋恋不舍地走了 回到娘家 微笑拿出离世女儿的照片 决定为了女儿好好生活下去 她不会让女儿看到自己无能的样子 于是第二天离开豪门生活的微笑开始自己谋生路 她早早地准备了一桌子紫菜包饭三明治 准备拿着这些去地铁站卖早餐赚钱 然而别人大喊大叫着懒客人东西都要卖光了 微笑这里却不好意思叫卖都没开张 好不容易来了的客人微笑一抬头才发现是金珠 眼看着别人都收摊走了 微笑一个都卖不出去急坏了 金珠见状开始教她怎么做生意并大声叫卖 引来了上班的人来买早餐 为了帮助微笑金珠请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人中午都吃得微笑的外卖 俩人在一起互动时不知不觉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本来按部就班的生活微笑也很惬意 偏偏微笑那不争气的养父把房子的保证金拿走还被人骗光了 得知消息的微笑听出养父要轻声地语气着急忙慌地跑去找人 正好在路上碰到了金珠 金珠听说后带着她来到码头找人 等两人刚到码头就接到家里电话养父已经回家了 微笑顿时松了口气 俩人也准备返程 然而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却被大妈不小心泼了一身水 为了表达歉意大妈把俩人带回家换了身衣服 可微笑换完衣服就累得睡着了 俩人因此错过了回家的船 只能留宿在大妈家里 然而住在海边的平房肯定不会太干净 微笑铺床准备睡觉时看到了活着的灰鼠 吓得微笑嗷大叫 动静声引来金珠 微笑看到人就扑进了对方怀里 这一扑不要紧 扑出事来了 两人互相对对方产生了情愫 隔天回家的路上 两人正想着怎么不让双方的关系变尴尬 哪知一辆自行车突然碰到了微笑 又让他跌进了金珠怀里 微笑的鞋跟还被扭掉了 金珠贴心地把微笑扭伤的脚给震了回去 还把自己的运动鞋借给了微笑穿 就在微笑要离开时 金珠突然拉住了微笑跟他表白了 但微笑并没有回应 另一边害死微笑孩子的内婴竟然怀上了 泰勒超声波确定了自己怀孕后 他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明哉 明哉看着超声波一脸愁容 因为母亲知道内婴是九家女后 绝对不会同意俩人结婚 内婴生气说明哉都是当父亲的人 连反抗母亲的能耐都没有 而不知情的明哉母亲 还在到处给明哉张罗结婚对象 内婴直接把自己的怀孕的超声波 递给了明哉母亲 这让明哉母亲大惊失色 他找来明哉说 等内婴生下孩子做亲子鉴定 是自己的骨肉 他们带着生活但不同意俩人结婚 然而明哉已经被内婴蛊惑心早 就想听母亲的话了 明哉母亲气的叫人 印好了放弃亲子关系协议 他喊来内婴让他签字 可内婴并不是微笑直接拒绝了他 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出来内婴就联系明哉 要去家里给他们做饭 等明哉母亲回到家 看到内婴很生气 但内婴只走明哉后 对明哉母亲笑脸相迎 明哉母亲只是把手撤出来 内婴竟直接趴在沙发上嗷嗷叫 明哉看到心疼的对母亲指责 内婴就是要让明哉母亲知道 在明哉心里谁重要 明哉把内婴领回房间心疼得不得了 此刻的明哉早就把微笑 跟他的孩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甚至以前跟微笑在一起时 明哉都是听母亲的 现在母亲只要说内婴 明哉就会明摆着向着内婴呵斥母亲 内婴在明哉面前一口一个妈叫着 气得明哉母亲嗷嗷大叫 内婴假惺惺说自己没事 但是孩子好像吓到了 紧张的明哉当即就要带内婴去医院做检查 明哉母亲留下绝不同意明再娶内婴便被弃走了 转头内婴找到自己心里爱着的白在贺 跟他说自己快要结婚的事 白在贺冷笑着嘲笑内婴抢走别人为着结婚 不会幸福 殊不知内婴抢走的正是 他在孤儿院就爱着的恩珠也就是改名后的微笑 女人只是看了个宫廷男女共舞的画面 脑海里竟幻想出老公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凑着自己脑海里的幻想 女人一路杀到老公所在的位置 然而推开门老公却在这儿扒精地跟别人谈工作 因为她的举动本该成为法官的金珠变成了普通的律师 可女人不仅不知悔改 还斥责金珠是她开会不接电话才会导致自己发疯 金珠面对海玲的遗父症只能默默承受 然而换来的却是海玲的变本加厉 为了缓和俩人的关系 海玲父母提议让他们去海边散心 金珠只是说自己还有其他的案子暂时走不开 哪知海玲父亲当即大发雷霆逼这个入坠的女婿去陪女儿 海玲被气地回了屋 海玲后妈说金珠不懂便通催促她赶紧去哄海玲 最后金珠妥协陪着海玲旅行了 可金珠放不下手中的案子休息时还在工作 海玲坐着饭立马闹起脾气 把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倒进了洗碗池 金珠每次看到海玲闹脾气都很彷徨 她安抚海玲只需要忍一个小时她的工作就完成了 然而海玲发起火来只按自己的想法来 根本不听金珠任何解释 一早海玲看着睡在沙发上的金珠 回忆起自己逼金珠跟自己谈恋爱导致车祸 本来住院检查是自己骨关节发育不良 她让后妈告诉金珠是这次车祸导致的逼她结婚 面对这个骗来的老公海玲极其缺乏安全感 就怕金珠不是真心爱自己会跟别人跑了 她趁着金珠眉省独自来到悬崖想结束生命 好在金珠及时赶到就在海玲即将掉下去时把人拉了回来 海玲知道自己活得太悲哀太卑微了 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回到家海玲想让金珠陪自己去医院做检查 她以为自己有个金珠的孩子就好了 哪知金珠律师事务所太忙了要下周陪她 海玲当即开始大喊大叫 海玲被气得乱叫乱蹦 动静声引来父母 后妈让她冷静下来 海玲却说她不是自己亲妈跟她没关系 她现在爸爸妈妈金珠都不要了只想死 后妈抱着海玲把她的情绪安抚下来 海玲也知道自己刚刚对金珠发脾气不对 于是联系上金珠道歉并亲手做了三明治要给金珠送去 哪知送一趟三明治又送出室来了 海玲刚到律师事务所就看到了金珠跟同事喜笑颜开的场景 她直接忽略了金珠右边的男同事 眼里只看到了金珠左边有个女同事 趁着女同事补妆时 海玲直接把热水拖在了对方身上 对方被拖得不明所以 海玲说她竟敢对自己的老公没来掩去 这样女同事倍感冤枉 海玲还短短时间内把女同事所有的资料一口气说了出来 这什么人就好了 海玲恶狠狠地警告完留下惊呆的女同事便回了车里 她把做好的三明治全都摔在了地上 还用脚不停地踩直到踩烂了才离开 回到家海玲就站在门口看着金珠换衣服 她认定了那个女同事就是在勾金珠 金珠让海玲做事情之前先用脑子想一想 并告诉海玲经过她的闹腾对方已经辞职了 海玲听不进去金珠说的任何话 自顾自得让金珠脱了衬衫 金珠心里很窝火但她不会发脾气 依旧让着海玲 海玲拿起金珠的衬衫疯狂地纹了起来 闻完后海玲扒了衣服狠狠地丢进了垃圾桶 为了拴住金珠 海玲甚至找了个跳大神地买了张福 说是必须八点到九点跟金珠一起打开 海玲美滋滋地抱着夫妻带 然而到了晚上的时间点不知情的金珠并没有回家 金珠在外因为工作给海玲发去了晚回家的短信 可海玲看到短信后 大半夜的后妈出来发现海玲正在狂吃东西 她不明白海玲又发什么疯 海玲说自己不管吃什么都感觉空虚 心里空空的 一早后妈看着睡在食物旁边的海玲心疼坏了 好歹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后妈不禁山人泪下 等金珠回家海玲又恢复了正常笑脸迎接 后妈为了女儿专门给她们准备了备孕的药 然而安生日子没过多久 在金珠工作的时候海玲打来了视像通话 金珠只能先放着客户去接 不然海玲又要闹腾了 海玲打电话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让金珠看看新作的美甲好不好看 金珠看了眼客户告诉海玲自己在谈试一会给她回过去 金珠让她淡定和海玲直接断定金珠肯定在撒谎才不给自己看 金珠旁边还有客户感觉很尴尬直接挂了电话 而海玲这边当即就要去办公室确认客户是男是女 后妈赶紧拦住海玲 哪知海玲甩开后妈说不管怎么想都感觉金珠可疑 如果旁边不是女人金珠为什么都给自己看 后妈劝了半天让海玲一定要学会相信别人 在商谈中的话打十项电话会妨碍金珠工作 她让海玲换位思考下 海玲听后坐下来让旁边的美甲师把刚做的美甲擦了 她气冲冲地冲向金珠的办公室 此刻金珠正在这儿巴金地跟同事们探讨案子 海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路吃她为什么不接电话 尽管知道金珠现在在工作 但她依旧纠结金珠之前的两个小时到底在干什么 金珠让她镇定点毕竟这里是公司 说完就要往外推海玲 哪知海玲被推后更激动了 她转头把金珠的文件到处乱扔发气 金珠眼睁睁看着海玲闹脾气毫无办法 同事们怕自己电脑遭殃敢紧抱着笔记本离开 得知这件事的海玲父亲在家里一味地指责金珠没有哄好女儿 好在海玲后妈名室里知道这都是海玲的问题 两人正因为女婿女儿的是争论不休 海玲父亲的手下白在喝把喝多的海玲送了回来 女儿喝酒回家晚了海玲父亲只有心疼 然而金珠忙工作后脚回来就遭到了岳父的指责 她说海玲因为金珠醉得不省人事 如果海玲这样下去出了事就让金珠负责 说完她命令似的让金珠进屋看海玲 想到当初海玲以死相逼自己娶她 金珠虽然不爱海玲但也忍不住心疼 然而第二天海玲一清醒又开始胡闹 金珠的沉默对海玲来说却是对她的忽视 海玲因为金珠一句话都不跟自己解释都要疯了 金珠上班后海玲不想跟金珠打电话 于是打到了父亲这里 她跟父亲说自己现在很郁闷 父亲立马宠溺地说海玲闷了可不行 她让海玲去百货商店吃好吃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随便刷自己的卡 海玲其实就想问金珠有没有跟父亲在一起 在听到金珠就在旁边后海玲立马惊声了 父亲明白女儿需要什么 在没有经过金珠同意的情况下 就说让金珠陪她一起去逛街 随后把电话给了金珠 金珠无奈答应了海玲一会陪她 挂了电话岳父说自己女儿有点任性 希望金珠体谅 岳父让金珠只需要哄好海玲 那她的父母跟弟弟就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这让金珠感觉自己就是卖给了海玲当老公 没人能理解金珠现在的心情 挂完百货商店回家路上 俩人又因为海玲要让金珠辞退所有女员工而争吵 面对海玲无休止的逼刀逼 这次金珠忍无可忍直接下了车 哪知海玲下车依旧步依不饶幕后金珠现在的态度 金珠生气地跟她解释讲道理 可海玲怕金珠会给别的女人花钱 让她把所有的卡都交出来 海玲借过金珠的钱包 把里面能消费用的卡全都掰了扔到地上 这还不解气 甚至从车里拿出刚刚在百货商店买的所有东西 全都扔到地上踩 海玲发泄完丢下金珠开着车离开了 而金珠难堪的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微笑看到 海玲回到家让后妈给自己倒水随后气呼呼回了屋 后妈问其原因 原来是俩人在百货商场逛的时候碰到了金珠的女同事 女同事只是冲着金珠笑着说话结果被海玲扇了巴掌 后妈听后也很不可思议告诉她 那只是熟人见面正常的表情 而海玲认定了女人冲着金珠笑就是在勾金珠 她断定这次被自己打了后 那个同事就不会在金珠身边工作了 后妈好好跟她讲逻辑推理 结果海玲大吼大叫不需要后妈装好心演戏 后妈一直让着海玲顺着她 现在海玲越来越过分了她必须管管 公司里金珠正想着自己跟海玲起争执时被微笑看到的事 然而海玲翻脸跟翻书一样的又联系金珠跟她道歉 为了表示诚意她还要亲自给金珠准备晚饭 金珠想着缓和俩人的关系 怎么着也得送的东西意思意思 哪知这一送又送出事来了 本来海玲收到礼物挺开心的 但她突然变脸疑心症来了 海玲问金珠给自己送项链的理由是什么 她怀疑金珠是做了亏心事才会送自己礼物 这让金珠很无语 她问海玲说这话的根据 海玲却说今天并不是节日为什么给自己送项链 说着说着联想起百货商店的事 海玲怀疑金珠是因为百货商店遇到的女同事 才会这样送自己东西 金珠内心无奈 但她耐心地把项链拿出来交给海玲 并说送她项链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她心情好才送的 海玲看了看手里的项链 立马笑着要跟父母去炫耀 金珠脸上满满的无奈与心泪 要知道当初若不是为了哥哥的医药费 她也不会下定决心入坠去海玲 可让金珠不知道的是自己哥哥就是被海玲害死的 当初哥哥住院时 不想让金珠因为她的医药费 委屈自己娶不爱的海玲 金珠听了哥哥的话 答应她只要哥哥不喜欢她就不娶 没想到俩人的对话都被海玲听了去 她不允许有人阻碍金珠娶自己 于是在她劝金珠哥哥同意俩人结婚无果后 海玲趁男友哥哥不注意把人推下楼梯摔死了 每次海玲想到金珠的哥哥 都会紧张到大把吃药保持镇定 她不是对自己做的是愧疚 而是怕金珠知道真相后会跟她分手 男人正常做运动发泄老婆带来的压力 老婆打电话来却怀疑她在跟女人在酒店做运动 原因竟然是男人现在正在大喘粗气 金珠说完就打开了镜头让海玲看周围的环境 海玲看到后才心满意足地邀请金珠一会去看音乐会 然而金珠因为工作把音乐会的是忘记了 导致海玲又闹腾起来 金珠不想跟她一般见识一直让着她道歉 海玲拿出自己的脚因为俩人出事故才不能跳芭蕾的是想拴着金珠 她说就算金珠有了喜欢的女人 她到死也不会放开金珠 哪知金珠早就知道了海玲是因为先天发育不足才不能跳芭蕾的 她不想跟海玲计较 但这次她把真相说了出来 结果换来海玲的大巴掌 金珠没搭理她离开了 留下海玲发疯一样嗷嗷大叫 叫声下的劳两口心里惶恐不安 海玲父亲把所有的错都怨在金珠头上 但金珠并没有跟海玲计较 下班回来她便约海玲一起去餐厅缓和关系 吃饭时金珠提出会多抽时间陪她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会之类的 哪知海玲听后把手里的餐具放下没了胃口 金珠赶紧问她是不是东西不合胃口 海玲说牛排很好红酒也很好 气氛也是选择的她的爱好太完美了 她能看出来金珠为了哄自己在努力 但金珠月对海玲好她越起疑心 她就怕自己逼金珠娶自己 万一哪天金珠爱上别人怎么办 想到这里海玲就不安的要疯掉了 海玲越说越激动 甚至推理出金珠不爱自己还在她面前演戏 大声吼叫的声音引来餐厅其他人的目光 海玲吼完没心情吃饭了自顾自的就要回家 然而刚起身走两步就撞到了服务员 海玲怀疑服务员在自己面前走势 感觉她可笑忍不住又发起风来 海玲疯起来就杀不住车 金珠赶紧把人抱在怀里让她镇定下来 被海玲折腾得身心疲惫的金珠 想起了来骨灰堂看离世的哥哥 殊不知她的哥哥就是被海玲亲手害死的 喝酒时她仿佛看到了哥哥就坐在对面为自己加油鼓气 金珠如今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 一边是折磨人的海玲家庭的责任 一边是藏在心里深爱的微笑 她不知不觉找到微笑 微笑看到金珠的样子没有多问拥抱着她无声安慰 隔天金珠便收拾行李不在家里住了 她决定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住 海玲一看急眼地问她原因 金珠说近期接了很重要案子不想分心 海玲不依不饶怀疑金珠在撒谎 随后就是一连串灵魂拷问 海玲听到金珠的哥哥就有点心虚 但她的嘴仍然不停地刀逼刀说个不停 金珠低流着行李就要离开 海玲拦住她问是不是想离婚 而金珠看了眼海玲并没有回复直接走了 海玲对金珠的行为心里更慌乱了 她不停地跟金珠打电话 但金珠去找微笑时把手机忘在了办公室 金珠这边已经想重新开始了 她问微笑可不可以等着自己 因为她不想错过微笑 所以想让微笑相信自己等着她 刚回到办公室 海玲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 她看到金珠就是一顿披头盖脸的指责 海玲丝毫没感觉到自己有问题 还问金珠是不是对自己不满意 金珠看了海玲半天 她太累了什么都不想解释 只说要跟海玲彻底结束 海玲竟然提起当初 她用命逼金珠结婚的事 意思是敢分手她一样会做出同归于尽的事 面对海玲无礼的各种话语 金珠只是平静地想要跟海玲分手 事已至此 金珠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 不管海玲今后怎么对自己她都认 而且海玲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在爱之人 海玲看金珠去意已决 赶紧服软道歉 她不能失去金珠 眼看说不通 海玲又恶狠狠地指责 自己变成这样都是金珠的责任 说完海玲跑到后妈的办公室 把金珠要跟她分手的事告诉了她 海玲想让后妈解决这件事 看着没了金珠不能活的海玲 后妈硬着头皮去找金珠说情 然而金珠坚定地告诉她自己不爱海玲 她会等到海玲醒悟 海玲晚上回到家把气撒在父亲身上 她责怪父亲对金珠不好 才会让金珠离开自己 埋怨完父亲又提起自己杀了金珠哥哥的事 父亲赶紧呵斥她住口 哪知海玲越说越激动 并把父亲替自己掩盖的事也说了出来 她责怪父亲既然所有的事都给自己处理了 那就应该保证金珠不会离开自己才行 海玲刁难无理的样子让父亲看了很害怕 然而这还没完 海玲举着胳膊问父亲要不要自己再割一次手腕 这样父亲肯定会再帮自己 父亲气得抬手就要打 然而她太溺爱海玲举了半天依旧下不去手 男人刚跟前妻离婚 就把怀孕的现任女友带回了家 对前任妻子打骂的男人 如今对现在的女友悉心呵护 当得知女友要吃一面后 一向都是被前妻照顾的她却亲自下厨去做饭 母亲一进门就发现宝贝儿子在厨房 她不可思议地问明在的行为 明在告诉母亲难英想吃一面 她再做给难英吃 自己的宝贝儿子竟为了女人下厨 这惊掉了母亲下巴 她气冲冲跑进卧室 跟内英算账说 她现在刚进家门就让明在做饭吃 以后生了儿子是不是要当皇后娘娘 内英把所有问题都抛给了明在 说明在非给自己做饭 气得明在母亲嘴打哆嗦 这时明在着急忙慌端着热乎的一面进来 嫌弃母亲按时挡路还给她推到一边 要知道前妻微笑怀孕都没有这个待遇 看着儿子被妖精迷惑明在母亲被气死 因为出去踹了一脚门声响太大 明在埋怨母亲的同时赶紧关心内英有没有下到 隔天母亲埋怨明在 现在眼里只有内英心思 都花在女人身上公司也不管了 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被副社长毒吞了 俩人的对话都被门外的内英听到 她进来故意护着明在让明在母亲 不要总打击儿子 明在母亲听后明显感觉到 奈英在拉儿子的心 她慢慢咧咧地离开了 而奈英则趁机要明在让自己回公司 帮她对付副社长 以后好能管理公司 明在心疼地叮嘱了一大堆 她让内英同事聚会不可以喝酒 平时也要小心身体 说的内英就跟摔在地上 会碎捧到手里会话一样 另一边明在的前妻 也遇到了真心对待自己的男人 俩人时不时见面开启甜蜜时光 跟金珠在一起时 微笑也忘记了失去女儿的痛苦 及不幸的婚姻 在金珠睡在办公室的日子里 偶尔微笑会给金珠送饭过来 但这次微笑打开罐头后 意外崩了金珠一脸 俩人跑到会议室的水吧 整理金珠的衣服 哪知就在这时海灵突然来到金珠办公室 她看到桌上摆好的食物器 冲冲到处找金珠 金珠听到海灵发狂的叫声 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等金珠跟海灵去了办公室微笑才走出来 然而当她正想离开时 听到海灵以死相逼金珠妥协的话 金珠说两人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她希望在发生更大的错误之前 停止现在的关系 而海灵直接拿起食物 随手丢了出去 还说死都不会放手 海灵临走还闹腾了一顿脾气 这让金珠很无奈 她回到会议室时 发现微笑已经不见了 这天林再正好看到前妻微笑的弟弟 她让微笑弟弟转达话给微笑 只要微笑放下自尊心来要赡养费 随时都可以过来拿 只是不要在路边卖饭给自己丢人现眼 微笑朋友听了气愤的跟她理论 然而林再竟然贼喊捉贼 说是微笑有了别人才离婚的 微笑弟弟听不下去 用头把明再鼻子给磕了 明再起来想还手结果 又被微笑弟弟磕了一下 明再鼻子被微笑弟弟磕断送进了医院 微笑纹身而来 明再嘲讽了一顿微笑 还扬言要去告微笑的弟弟 回到家微笑跟明再联系上想和解 哪知明再嘲笑微笑 微笑就是个卖紫菜包饭的拿什么钱和解 还故意跟他要三千万刁难微笑 不然就让微笑弟弟去坐牢 正当微笑重为不展的时候 副社长打来电话 看上了之前微笑递交的草案 副社长要见面谈一谈详细的内容 想让微笑来公司上班 没想到就在微笑等待副社长时 正好听到隔壁海灵父亲威胁金珠 如果跟海灵分手 他就让金珠当不成律师的话 金珠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决定 结果遭到海灵父亲拖来的一碗水 微笑把俩人的对话 听在耳朵里心情复杂 而海灵父亲回到家 让海灵放弃金珠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金珠不会再回头 哪知海灵威胁父亲 如果金珠离开了自己 他就让父亲再也看不到自己 父亲对宠坏的女儿无可奈何 微笑想起海灵父亲说 金珠如果跟海灵分手就失去一切的话 他跟金珠发去晚上游乐场见面的短信 微笑想告诉金珠之前 问自己等不等他的答案 就在金珠赋约来到游乐场后 海灵也打来了电话 他说自己刚吃药了 这是最后一次联系金珠 如果丈夫不马上回家 他就把自己堵死 然而此时的男人却陷入两难的选择 因为一边是即将得知心爱人的选择 一边是用命留自己的海灵 最终海灵被父母发现的早及时送进了医院 金珠这急忙慌的随后赶到 刚进屋就被岳父删了个大笔笋 海灵父亲警告金珠 如果海灵不醒的话就让他陪葬 同时微笑也看到了金珠发来的诗约短信 他想不明白是发生什么大事能让金珠放自己鸽子 正好海灵后妈叫微笑来公司商量事情 可海灵后妈因为海灵的事很虚弱 刚站起来头就开始发晕 微笑问了情况才得知昨天晚上海灵吃药送进医院的事 他想到曾经听到过海灵用命威胁金珠留在身边 没想到海灵真的说到做到 心里愧疚的微笑来到医院看海灵 正好看到金珠被折腾得憔悴无奈的样子 海灵被救了回来又开始闹腾 他拔下针头把身边能祸害的东西全扒烂了下去 金珠赶紧抱住海灵让他镇定 身心疲惫的金珠刚到大厅休息就接到了微笑的电话 微笑想告诉金珠要不要等他的准确的答复 他决定把自己对金珠的感情埋在心里 希望金珠不要因为他陷入两难的痛苦 金珠想挽留微笑要去见他 然而护士突然过来说海灵发疯一样的找他 金珠叹口气只能往病房走去 海灵出院回到家 金珠精心的照顾着他 可等金珠为他盖被子时却被海灵退开 他说看到金珠一副不想照顾自己 却违心照顾他的样子就恶心 说完海灵掏出手机联系上金珠的母亲 金珠眼看海灵越说越过分赶紧抢过手机安慰母亲 海灵吵吵着自己因为金珠寻死他的妈妈也应该知道 金珠第一次说出海灵脑子不正常的话 乃至海灵却把自己不正常的原因扣到了金珠的头上 金珠看海灵无可救药气氛离开 出来喝喝水压压惊 怕母亲被海灵吓到赶紧联系母亲解释 夜晚金珠在公园等着微笑邀约她当面谈 可微笑回复了她不会再见金珠 金珠就这样在公园等了一夜 没有等到微笑的金珠一大早来到微笑曾经卖紫菜包饭的地方 结果摊位换成了大妈 金珠才知道微笑有了别的工作 刚被离婚的女人只是在路边卖个早饭竟被扒手偷走了钱包 然而扒手这一偷却让女人在公园院的青梅竹马找到了她 下楼时扒手不小心跟白在赫手下撞倒 她看几人不好惹没来得及捡钱包就溜了 白在赫拿起来竟在钱包里发现了微笑小时候一直戴在身上的绿手绳 她的眼睛瞬间红了起来 白在赫命手下很快抓到了那个扒手问钱包的来源 扒手想了想看向了麦子菜包饭的微笑 白在赫看到后难以置信地站了起来 白在赫看着被那因害惨了的微笑心情无畏巨杂 本来期待见到心爱人激动期待的心情 在此刻她感到了不安和紧张 白在赫不敢跟微笑相认 她怕自己跟微笑要债时做的那些坏事会影响到他们儿时的关系 想到这里白在赫郁闷地把杯子甩了出去 隔天白在赫偷偷偷在微笑卖早饭的地方看着她 回忆起在过儿院时俩人亲密无间的时刻 她没有勇气相认 然而这天微笑摆的摊子被两个收保护费的男人给掀翻了 两人祸害微笑做的食物时正好被白在赫看到 她握紧拳头教训了两个男人一顿替微笑暗自解决了麻烦 解决完俩人白在赫回到原地 看着微笑把地上还算完好的寿司拿起来吃了 这把她心疼坏了想起微笑现在离婚都是内因造成的 还有当初内因指使自己手下去侮辱微笑 白在赫愤怒地联系上那英问她现在的位置 两人一见面白在赫便甩给内因一巴掌 内因不可思议地看着白在赫不明白她为什么扇自己 白在赫把微笑就是恩诛的是说了出来 还怒斥内因已经无可救药 她就不应该从内因养父手里把她救出来 白在赫警告内因不要再对微笑有任何伤害 那英听后带着一副不服气的表情离开了 白在赫没事就拿着绿手绳徘徊在微笑家附近 微笑回家路上接电话却把自行车摔在地上掉了链子 白在赫想过去帮助她 可她现在在微笑心里是个坏蛋没资格过去 第二天当初偷走微笑钱包的扒手主动把包还给了微笑 朋友打开包不仅发现那条绿手绳还在 还在包里掏出大笔现金 这一切都是白在赫在背后帮助微笑 而微笑的朋友推理了半天 感觉应该是某个想帮助微笑 又不愿意见面的人干的事情 她让微笑拿着这笔钱先跟明在和解救弟弟 哪知微笑不知道钱的来源不肯用 还说如果找不到钱的主人她就拿去警局 正装着钱 明在听说副社长要让微笑来公司上班 把人约到了天台 她嘲讽微笑一个麦子菜包饭的 凭什么进自己的公司 说完还要抬手打微笑 好在微笑养父来得及时给明在揪住了脑袋 可惜那颗脑袋没锁多久就被明在甩到地上 最后微笑朋友举着扫把冲出来才把明在赶走 哪知明在为了报复转头 就让警局来逮捕了微笑弟弟 为了救出弟弟 本来还考虑要不要跟明在一个公司的微笑 决定就跟副社长混了 微笑把副社长给自己的签约金 交给了明在当弟弟的和解金 明在不想看到微笑的脸让他离开公司 可微笑像变了一个人以强硬的态度回怼明在 明在抬手做出要扇他的姿势 微笑态度冰冷地提醒他和解金已经给了 马上跟警局打电话撤销诉讼 微笑跟明在说话不带一点脱腻带水 留下一句不要浪费双方时间转头离开 明天就要正式入职微笑决定再卖一天紫菜包饭 然而就在微笑外送的路上 正好看到当初还自己钱包的那个男人 他想感谢往自己包里放钱的人 在微笑软磨硬泡下男人 把微笑带到了白在赫的房门口 打开门的瞬间让俩人都愣住了 这时白在赫的手下滴溜着一堆紫菜包饭过来 微笑不明白曾经为了追债 闹到自己家的白在赫 现在在抽什么风不仅给自己钱还给自己捧场 没等白在赫解释 微笑说他绝对不会用白在赫抢来的钱 他会马上还给白在赫 回到家微笑就把准备还给白在赫的钱装进了包里 可他来到白在赫家时 正好白在赫却要债了家里没人 微笑打听到了白在赫现在的去向来到地点 他更加坚信白在赫不是好人 于是把钱甩给白在赫就走了 白在赫追上微笑让他拿着这些钱 他想给微笑 哪知微笑坚决不用这种人的钱甩到了白在赫身上 微笑这边也跟白在赫相认了 他有点接受不了曾经善良的哥哥会变成要债的 不过微笑知道白在赫的身份后态度好了很多 他说以后两个人可以经常联系 这让白在赫很开心 副社长因为海玲要去治疗的事叫来金珠 他想让金珠陪着一起去 没想到正好看到入职上班的微笑 金珠依旧想让微笑等着自己 可微笑不想给海玲带来伤害 金珠一再提醒海玲的事是自己的问题跟微笑没有关系 可微笑说就算离婚的理由 有千万个只要有一个不离婚的理由 他就应该要坚持下去 对于海玲来说他需要金珠 所以微笑劝金珠不能放弃海玲 微笑听了金珠的真心依旧决绝地离开了 回到家金珠把要陪着海玲治疗的事告诉了他 哪知海玲听后情绪激动地拒绝 他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疯子 说只有疯子才会去接受治疗 海玲吵吵着问金珠把自己当成疯子的理由是什么 金珠好好解释然而海玲的一心犯了 他让金珠不要心心作态 肯定是金珠想送自己去精神病院才会这么决定的 说完海玲从衣柜里把金珠的衣服和行李箱都扔了出来 海玲激动地把金珠的衣服塞进行李箱 塞着塞着他又疯狂起来 后妈听到动静赶紧把人抱住让他镇定 金珠默默地看着海玲只有心泪 她来到经常跟微笑谈心的公园 没想到微笑也在这里 这次金珠坚定地告诉微笑他不会动摇 微笑听后就要离开 哪知金珠从身后抱住微笑说自己没有他不行 金珠太累了 他希望微笑也不要动摇对自己的感情 可惜微笑依旧拒绝了金珠 金珠看着离开的微笑默默地嘀咕着我爱你 前妻来前夫公司上班第一天 却遭到前夫现任女友的刁难 不知道对方已经怀孕的前妻朋友上手就好那阴 眼看自己就要被山秃电灯 那阴赶紧说自己怀了名在的孩子 这惊呆了微笑 他立马拦住朋友跟那阴道歉 哪知就在微笑的前婆婆进来后 那阴突然假装肚子疼跟明在母亲告状 明在母亲听了那阴的谎言 转身给了微笑个大笔动 他斥责微笑把自己的孩子弄死了 不过还要把那阴的孩子弄没 顺着自己那阴谋论的想法 明在母亲越说越激动 拿起手边的东西砸向微笑 而那阴转头又跑去明在颠倒黑白说 微笑推了自己孩子差点就没了 明在听后当即就要找微笑算账 那阴假装贤会大度的拦着明在 说自己去做了检查孩子没事了 明在叮嘱那阴让他下次再被微笑欺负 就告诉自己 他绝对不会放过微笑 两人正说着明在母亲带来了坏消息 副社长要利用微笑的创造 才能搞新品开发 成功了的话最后会合并公司 如果到时候真的合并了那股份 就会出现变动 副社长会变成公司的社长 他们就要被淘汰出局 那阴听后保证不会让微笑的新品 研发发布成功 那阴出来找到微笑扬言要让微笑从自己眼前消失 他认定微笑肯定是想抢走他现在的位置才来的公司 微笑感觉那阴对他还有很大的敌意 他让那阴忘掉所有的不愉快好好相处 殊不知他的孩子就是那阴害死的 微笑才是该有恨的人 晚上明在看不得微笑一个家庭妇女 能被副社长弃重 还整个新品开发跟自己对着干 于是喝得鸣鼎大醉回到家 那阴听见明在光提微笑的名字 直接松手把人摔在床上 同时微笑跟副社长一起吃饭 讨论过几天发布会的事情 没想到离开时正好碰到海玲跟金珠 微笑看到金珠心里有些慌乱 独自留下来要去洗手间平复下心情 不知是女人的第六感 还是什么海玲看到微笑心情很不好 尤其知道外面传言说 微笑有了别人才离婚的 她更加坚信微笑不是个好人 于是她单独堵住从卫生间出来的微笑 海玲言语间说微笑行为不检点 这让微笑听得很不舒服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两人的对话都被身后的金珠听到 她趁海玲上厕所赶紧追上微笑替海玲道歉 微笑让她好好对待海玲 因为她没有信心去接受金珠的心 说完便离开了 第二天金珠无意间听到微笑朋友说微笑病倒了 微笑很想吃菠萝罐头的话 朋友刚回到家就看到门口摆满了菠萝罐头 还有浪漫可爱的娃娃鲜花 正当微笑不知道是谁做的时候 手机来了一条金珠的留言 金珠说她想陪在微笑身边照顾 但又怕微笑生气 她知道微笑是因为自己病倒的 所以对微笑很抱歉 金珠恨自己遇到微笑太晚 她希望微笑等着自己 从现在开始只要能为微笑做一点点 是她都要为微笑做 金珠的话感动了微笑 她跑到两人长去的公园可惜来晚了一步 金珠已经离开了 回到家微笑内心备受折磨 她爱金珠感觉没有金珠不行 这次微笑想自私一回 她想抓住金珠 一番话把朋友听得一脸迷茫 然而很快俩人的感情出现了转机 那因为了要阻碍微笑的新产品上市 抢先一步跟高汤名人签了约 这件事正好被金珠听到 就在微笑不知所措到处找其他名人合作时 金珠正好认识一位做牛骨汤很牛的老太太 她立刻带着微笑去找人 没想到金珠还等老太太有所交集 平常就连儿女都不传的秘方 老太太竟然被微笑以爱与家的名义说服 金珠陪着微笑也得到老太太传授高汤的逆诀 临走还得到了老太太自己独门制作的言 就在他们返程的路上 车子突然拾去的抛锚了 俩人在等待救援的期间金珠放弃小音乐 微笑跟着她跳起了华尔兹 从这一刻起微笑不想再退缩 她要重新开始试着去爱 就在昨天内音听下属说因为刹车失灵才迟到 她故意把下属都直走 拿起下属刹车失灵的车钥匙 递给刚进来的微笑安排她去送资料 微笑很疑惑但也没有多想 她来到地下停车场正好碰到金珠 俩人还甜蜜地约定今天下班一起躺在草坪上约会 然而就在微笑打完招呼 金珠转身离开后就听到了巨大的声响和微笑的惨叫 她立马跑去就微笑把人送进了医院 好在微笑只是头部轻微脑震荡并无大碍 听说微笑开自己车受伤的职员进来问内音情况 哪知内音反咬职员问她刹车有问题怎么不提前告诉自己 职员被内音整得一头雾水 自己早上迟到明明跟内音说了 内音摊台问她 职工合同马上到期还想不想在公司干了 职员听后明白了这个锅她必须得背 而内音回到家就遭到明在母亲的拷问 她怀疑微笑的事是内音干的 但是内音不承认明在母亲顿时感到内音的可怕 正想着明在高兴的回来了 她说自己把公司的事全部解决了 殊不知明在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跳 明在没有跟母亲商量 就把自己家黄金地段的高尔夫球场给卖了 而卖的钱明在都去买通公司的理事们 来保住自己部长以及母亲社长的位置 母亲听后当即被气的脑壳疼恨铁不成钢 明在进屋还在不停地抱怨自己 只是想出一份立母亲为何对她大吼大叫 说完明在想起了微笑的车祸问题 她无意间问出微笑的伤势让内音变得敏感起来 自从微笑进了公司 内音一直感觉明在内心深处还有微笑 她怒斥明在有时间关心微笑 不如多关心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然而内音终究遭到了报应 刚出来她就感觉肚子隐隐作痛 微笑出院回到家 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朋友 朋友一听是内音让微笑开的车就知道有猫腻 她跑到公司问车主人 然而职员一口咬定内音并不知道车有故障 说完就匆匆逃跑 朋友刚想去追偏偏这时开了电话 原来是白在赫听说微笑出了事故来打听情况的 微笑朋友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白在赫 白在赫听后转头去找了内音 她问微笑的事故是不是内音故意的 内音也就在白在赫面前坦白自己 她丝毫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 白在赫最后一次警告内音在伤害微笑 她就对内音不客气 内音想到白在赫从小到大都当微笑的护卫气愤不已 在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的 她突然腹痛难忍孩子就这样被内音气掉了 白在赫怒斥完内音就来看微笑了 因为白在赫的原因微笑今天没有去公园赴约 金珠收到短信后把要送给微笑的薄荷糖放到了她家门口 微笑送完白在赫就看到了薄荷糖 她捡起来一脸幸福 而金珠回到家门口竟发现海灵被小弟弟送了回来 海灵挑衅的看了眼金珠就要进屋 结果没走两步歪在了金珠怀里 金珠把人放进被窝差点被海灵给亲了脸 她正脱开海灵便离开了 背后传来海灵疯狂的咆哮 另一边您在接到医院里那因孩子没了的消息 她立马跑到那因面前对质问原因 那因直接把责任扣在了微笑头上 她说和微笑说话时被微笑推倒孩子才没有的 那因刚说完正好微笑回到办公室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的微笑直接被明载揪住了衣领 白载贺进屋正好看到微笑被欺负 眼看明载就要揍微笑 白载贺直接接住把明载打到地上 明载被诺明奇料出来的人很疑惑 他想反击结果没打到 白载贺揪起明载教训了一顿 眼看白载贺还要打 微笑赶紧瞒住他 明载吃了别回头把气洒在那因头上 没好气的上两句二话 微笑追上白载贺让他消消气 白载贺看出来明载不是第一次揍微笑 他问微笑是不是经常受明载欺负 微笑把那因孩子没了的事告诉了他 还说能理解明载 而明载这边埋怨那因非要上班才会失去孩子 那一一就把孩子没了的事怪在微笑头上 他还让明载一起对明载母亲保密 就怕自己的地位不保 转头那因又回来警告微笑说 会让微笑后回进公司 他死也会拉着微笑陪葬 白载贺回到家刚想跟微笑打电话 却接到海灵父亲派他去找女儿的电话 海灵不情愿地被白载贺带回了家 他怒吼着自己以后想喝酒就喝酒 不想回家就不回家 反正现在他已经不想跟金珠过了 海灵感觉自己连死都做过了还怕什么 虽然父亲惯着女儿 但他也不允许海灵胡作非为 哪知海灵大声嚷嚷 自己是杀了金珠哥哥的犯人 结果换来父亲的大壁兜 而白载贺刚从海灵家出来 就碰到了海灵后妈 后妈一直追问海灵 是不是和男人在一起 白载贺实话实说 她是从酒店里把海灵带回来的 两人的对话都被身后的金珠听到 男人买了双新鞋 打算送给心爱的女人当发布会礼物 没想到刚来到公司就看到了她 本打算直接把东西送出去 然而却晚了一步 等白载贺跟上来才发现 别的男人已经把鞋穿到了微笑脚上 仔细一看男人还是自己的社长女婿 白载贺这才知道微笑的男友竟是金珠 他手里的鞋瞬间就不香了 白载贺看俩人甜蜜的样子 落幕地离开 隔天发布会时 前夫发现了微笑的新鞋 他见嗖嗖的边踢边嘲笑微笑 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商业女强人 明在踢完还想抬手打微笑 而微笑直接狠狠地踢了明在小腿 趁他蹦搭的时候 又给明在另一条腿也补了一脚 发布会开始微笑介绍新产品时 跟金珠眼神交流 本来拿着花等微笑的白载贺看到后 直接转头离开了 内音追出来看出白载贺喜欢微笑 眼里不甘地看着他的背影 最后新品发布会圆满完成 整个组的人都跑去酒吧庆祝 然而就在微笑开心唱歌时 明在喝得醉醺醺地过来了 他拉着微笑非让他给自己倒酒 金珠看不下去了上来给了明在一下 俩人为此大打出手 最后明在被微笑弟弟和朋友嫁回了家 内音看到浑身酒味的明在 也不想扶他直接让俩人丢到了沙发上 隔天副社长送给微笑一条价值不菲的手链 他对微笑有莫名的亲切感 殊不知微笑就是他丢失的亲生女儿 而微笑刚下班就看到 人是调动自己被副社长升为了组长 现在跟那音平起平坐 不仅如此因为明在之前收买李氏的事 现在被董事们一致 通过卸任明在本部长 以及明在母亲社长一职 明在母亲当即被气晕过去 金珠为了庆祝微笑升职要晚上见面 哪知海玲突然来电 他喝醉了整个人都疯了 打碎酒瓶子还一直尖叫 叫金珠马上来让他马上来 最近一直给海玲排忧解难的小弟弟 拿疯狂的海玲实在没招 他让金珠赶紧把人带走自己都要疯了 同时微笑接到金珠的失约短信 他没当回事的跑仓库接着工作 哪知被彻职的明在 把一切根源都愿在微笑来公司工作 才导致自己晦气 他滴流着汽油把微笑围了起来 要同归于尽 微笑赶紧阻拦提醒他这是仓库 会毁了货物 说好的同归于尽明在关键时刻撒腿跑了 好在白在赫来公司找微笑时 看到明在跟逃难一样离开的背影 他立马察觉到不对劲跑到仓库发现了倒在火中间的微笑 白在赫着急忙慌地把微笑抱出来 微笑虚弱地让白在赫放自己下来 然而当白在赫问微笑是不是明在放的火时 微笑尽时口否认说是自己不小心才会失火 这让白在赫急气愤又心疼 隔天听说微笑差点被明在烧了的金珠担心的一把 给微笑抱入怀里 他为昨天因为海灵没去赋约微笑而道歉 现在想想真的后怕如果自己去找微笑了 就不会让他身陷险境 俩人聊天中金珠得知今天是微笑生日 于是金珠来到后厨亲手为微笑做蛋糕吃 然而坐着蛋糕俩人互相打闹起来 这打着打着开心过头就抱着砍上了 可怜了躲在墙后看俩人恩爱的白在赫 白在赫找了个机会问微笑有没有考虑再婚的问题 她也应该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微笑却告诉她幸福生活不一定非要结婚 白在赫听出来了微笑要当金珠背后的女人 她心情复杂地盯着微笑 她知道海灵是个疯狂的人为微笑担忧 回到家内因来找白在赫了 她知道白在赫喜欢微笑 于是把微笑爱金珠的是告诉了她 还说微笑对白在赫就像她对自己一样只有兄妹情 白在赫不想听她巴拉下了逐克令 可明在那边即将面临被赶出公司 她也累了 内因说自己只要有白在赫就好 如果白在赫要自己的话 她就放弃一切 白在赫没有说话给内因气走了 内因刚回到家明在就说起动情话 她不在乎失业不失业 因为她有内因就行了 哪知内因不耐烦地给她甩到一边 并以刚刚没了孩子一生 不让运动为由禁止民仔靠近 海灵父亲让白在赫去调查金珠 是不是有了别的女朋友 白在赫为了保护微笑 并没有告诉海灵父亲真相 海灵父亲现在考虑要不要放走金珠 毕竟女儿最近跟一个小弟弟打得火热 她打算把女儿喜欢的弟弟带回家 管吃管喝管花钱 只要女儿开心不寻死逆活的 她就知足了 正想着手机来了一条扣费600万的短信 她这一看就知道女儿又给弟弟消费去了 这样下去家都要被海灵败没了 海灵父亲赶紧让白在赫去扣费的百货商店 把人带回来 然而就在白在赫找到海灵后 一转头就看到微笑跟金珠手牵手在逛街 她看了看海灵这边 而海灵在她的视角若有若无 看到了金珠的脑袋 以及后来冒出来的半颗女头 当她气冲冲想过去确认时 被白在赫抓住直接拉去了反方向 两人离开时正好跟微笑金珠完美错过 海灵被拉到停车场还想回去确认一下 白在赫为了保护微笑扯着社长 让她立马带海灵回家的幌子 把人塞进了车里 同时微笑为金珠正幸福地挑选衣服穿 两人像急了恋爱中的小情侣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正好被海灵的小弟弟看到 海灵被白在赫带到了父亲面前 海灵父亲指着她乱给别人买东西 每次受到扣费信息她都心疼死了 哪知海灵却说弟弟对她好又听话 给弟弟买点东西怎么了 一番话气的海灵父亲说出了 她婚前跟弟弟在一起的录像 被拿来威胁自己的事 她当时用一栋房子摆平了 就是怕金珠知道 现在海灵竟然还在挑事情 海灵父亲知道海灵离不开金珠 她不允许女儿跟什么弟弟 再有不正常的行为 不然她就让所谓的弟弟躺进骨灰坛 海灵父亲教训完海灵 就让白在赫找到小弟弟 她直接抢过小弟弟手机 把人摁在桌子上 主要是把小弟弟手机里 跟海灵的合照录像删除 并警告她离开海灵 白在赫知道海灵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让她知道金珠的爱人就是微笑 那微笑就活不了了 于是白在赫找到金珠说明厉害关系 劝她离开微笑 另一边明在母亲得知明在放火烧微笑的是 揪着她耳朵教训 她并不是向着微笑 而是嫌弃明在冲动作的时 会加快她被辞退的脚步 为了让明在守住本部长的位置 她让明在去求微笑原谅 明在在母亲面前信誓旦旦展现自己傲人的骨气 然而刚出来看到微笑 刚刚还死不认错的明在看到微笑就是一个头 微笑也没打算跟她计较离开了 然而刚起来内因就走了过来 不等明在解释是母亲逼她认错的 内因给她的大白眼也走了 等明在回到办公室一转头看到白在赫吓一跳 她发觉事情不对劲准备逃走 可白在赫立马薅住了她并把门反锁了 明在被白在赫的行为整个不明 所以问她滴流自己的原因 明在被白在赫吓到赶紧说微笑已经原谅了自己 一小时后白在赫大摇大摆从明在办公室出来 而办公室里没有了动静 白在赫离开公司后开心地跑到微笑家里聚会 现在她三天两头跟微笑一家人在一起 让白在赫有了家的感觉 临走微笑养父让白在赫不要跟着海灵父亲当打手了 终归不是个好人该干的活 白在赫听后也决定今后好好生活跟海灵父亲提出要离开 然而海灵父亲能信任的人 每两个她不愿意放走白在赫 海灵这边不听父亲的话依旧约见小弟弟 但小弟弟说有人威胁自己不让她再见海灵 所以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小弟弟以为威胁她的人是金珠派来的 直接把那天在商场看到金珠跟别人逛街的时告诉了海灵 以前都是海灵无中生有她难以置信金珠真的有了女友 小弟弟告诉海灵她亲眼看着两个人挽着胳膊逛商场 这让海灵回想起来当时以为像是金珠的人原来真的是她 海灵火速开车冲到金珠面前 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一大笔楼 海灵疯狂地举动下的一旁的金珠女友不敢动弹 而海灵从金珠沉默和坚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这次金珠是认真的 后妈把海灵拉到自己办公室让她镇定 海灵自己也知道以前都是她瞎胡闹 但这次她闹头完看了金珠的眼神 金珠还是第一次这么看她 她可以确定这次金珠是真的爱上了别人 哪知后妈告诉海灵就算是金珠爱上别人也没有错 毕竟海灵跟弟弟谈的对象她也没资格说金珠 说完后妈劝海灵继续接受治疗 然而海灵认为劝她去治疗的人都是在说她是疯子 后妈听到海灵嗷嗷叫赶紧跟她道歉认错 哪知海灵六斤不认刀逼刀了一顿后妈气呼呼离开 后妈叫来金珠了解事实 金珠坚定地告诉她自己遇到了生命中命运的女人 她不想错过对方 而海灵郁闷地找自己小弟去了 她就喜欢小弟听自己的话让往东绝不往西的感觉 这样想想小弟比金珠强很多 于是海灵拉过小弟俩人走到了一起 一早海灵起来随手甩抵小弟几千万 她让小弟找出上次在商场跟金珠一起逛街的女人 随后海灵来到后妈办公室想拖住后妈别告诉父亲 没想到微笑正在副社长办公室打算亲口告诉她自己就是金珠的爱人 但被进来的海灵打断没有说出口 海灵假意自己宽容大度说会放来金珠 反正自己也有小弟了 她这次不会跟金珠计较 后妈听后感觉女儿懂事了很高兴 殊不知海灵只是缓兵之际在引金珠的爱人浮出水面 不仅如此海灵从后妈那里出来后还让金珠准备好离婚材料 毕竟名存实亡的婚姻她也不需要 金珠问她真的放开自己了吗 海灵满脸的不在乎 但她好奇自己那么想抓住金珠的心都没有成功 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哪知金珠告诉她不是对方抓住的自己 而是她抓住的那位爱人 海灵听后狠毒的表情一闪而过 她装作镇定地离开了金珠房间 转头金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微笑 殊不知俩人将陷入生命危机 很快金珠准备好了材料让海灵签字 但海灵以父亲马上过生日 唯有想拖延到生日之后办理 金珠好心提醒海灵不要再找那个小弟玩耍 但海灵说那是自己的爱情不用金珠操心 从金珠办公室出来后 海灵找到后妈摊牌 她说要找出金珠爱的女人 让她感受和自己一样心被撕开的感觉 为了让后妈了解自己的狠毒 她提起小时候养的小狗 就因为自己养的小狗 喜欢围着她的朋友转 海灵就把小狗溺死后 当成了礼物送给了朋友 后妈问她现在提小狗的是什么意思 海灵笑着让后妈放心 说她那时候小现在是大人了 不会再做小孩子做的事情 海灵出来后正好碰到微笑 听说微笑手里的衣服是后妈送给她的 海灵直接抢过来 想把衣服给撕了 但太结实没撕洞 她愤恨地把衣服丢到地上 警告微笑 不能跟自己后妈这么亲近她不喜欢 朋友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几倍发凉 跟她后妈近一点都不行 如果知道金珠爱的人是微笑 岂不是要疯了 另一边海灵父亲 因为金珠要甩了女儿 以及知道的自己秘密 太多想除掉金珠 海灵父亲跟海灵一样 惹伤她的人都恨不得弄死才痛快 此话一出让白在赫不由地担心微笑 正好白在赫出来 就看乐得跟花一样的微笑和金珠 正当她唉声叹气时 又看到在偷偷拍俩人的海灵小弟 她立马上去教训了对方一顿 在白在赫的逼问下 小弟把海灵给供了出来 白在赫从相机里把内存卡拔出来 趁着她踩相机的功夫 小弟赶紧溜了 哪知小弟竟然还留了一手 她等海灵复命的时候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海灵看到微笑的照片后面不开始猙獰起来 同时职员跟内音八卦金珠跟副社长 好像是一家人的事 想到微笑现在正在跟金珠谈对象 内音出于好奇金珠跟副社长的身份 偷偷跑到副社长办公室乱翻 看了副社长的全家福跟记录 她才知道金珠是副社长的女婿 内心里已经想到怎么把微笑赶出公司了 她转头就把微笑跟金珠的事告诉了副社长 还污蔑微笑就是因为跟金珠在一起 才会被民再离婚 内音刚说完微笑就进来了 后社长直接给了微笑个大逼多 海灵恨得咬牙切齿心有不甘 她立马冲到金珠办公室寻找蛛丝马迹 看着微笑给金珠买的领带写的情书 海灵本想给拧巴了 但转念一想 她不能打草惊蛇又把东西放回原位 回到家海灵边戳冰块边想着怎么处理掉微笑 要知道小时候海灵养的小狗围着朋友转她都要把狗弄死 海灵脑海里幻想着把微笑摁进水里的样子 越想越狂躁的海灵疯狂戳着冰块泄愤 看着手里的锥子海灵给微笑发来邀约短信 微笑心情忐忑地见了海灵 而海灵强压着自己内心的脾气问她的金珠怎么样 微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正好金珠来了电话 就在微笑接电话的间隙海灵掏出戳冰块的锥子蠢蠢欲动 好在微笑转头告诉她要出去接个电话才躲过一劫 金珠得知微笑在跟海灵单独见面 她深知海灵的脾气 赶紧让微笑等着自己她马上倒 然而就在微笑挂了电话回到座位后 发现海灵留了个字条离开了 金珠后脚赶到叮嘱微笑以后 海灵再约她一定要叫上自己 两人的谈话都被躲在墙后的海灵听到 她心里暗自想着下次就让金珠永远见不到尹微笑 得知微笑就是金珠爱人的副社长 深知海灵父亲很毒的脾气 她想在海灵父亲发现之前 依海灵找了小弟唯有劝她同意俩人离婚 海灵父亲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想了想让海灵跟金珠分开也是好事 毕竟海灵是杀害金珠哥哥的凶手 转头金珠把海灵带到办公室问她见微笑的理由 海灵谎称上次撕了后妈送给微笑的衣服 这次就是去跟她道歉的 就是最后又不想道歉了就走了 金珠心里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回到家金珠把父母名下登记的商铺房产 都还给了海灵父亲 海灵父亲知道金珠去意已决 她让金珠保证之前 让她做过公司机密的是要守口如瓶 在得到金珠的保证后 海灵父亲说会马上让女儿跟她离 金珠刚走白在赫被海灵父亲叫了进来 原来她并不是信任金珠才放走她 海灵父亲让白在赫盯着金珠 一旦发现她泄密跟自己对着干就把人除掉 公司里微笑刚上电梯就被海灵挤了进来 这把微笑吓了一跳 海灵进来就把电梯关上弄了暂停 随后给微笑按住问她什么时候跟金珠在一起的 海灵没想到自己盯着金珠这么严谨 她竟然能跟微笑见上 别人看自己东西她都讨厌得不行的人 现在微笑不仅看了还想抢走 想想都让海灵发狂 微笑说金珠不是东西是个人 话没说完换来海灵一个大笔兜 然而这并没有打退微笑 她告诉海灵自己不会放弃金珠 海灵一听还挺嚣张 当即掐住微笑的脖子要弄死她 金珠这边跟微笑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她打算上楼看看却发现电梯卡在了五楼 意识到不好得的金珠赶紧向五楼跑去 就在微笑快被掐死的时候 她挣扎着跟海灵道歉 但她死也不会放弃金珠 海灵难以置信地松开了微笑 她怒吼着自己的东西绝对不会让给别人 此刻爬了五层楼的金珠来到电梯口 正好看到离开的海灵 她赶紧关心微笑 哪只微笑让金珠去看看海灵 海灵转角掏出手机命小弟找机会去绑了微笑 就在微笑独自一人来到车库时 小弟假装自己的手受伤让微笑帮忙抱时高相 微笑屁颠屁颠地不仅抱起来 还给人放到了车上 结果被人绑架了 然而男人前脚刚走 女人的青梅竹马就来了 白在鹤看前面车辆是有蹊跷 他下车想查看但是晚了一步 男人把微笑扔进酒店准备录像 就在他要对微笑下闲珠手时微笑突然醒了 微笑眼看事情不对咬了对方一口就要逃走 可惜门被反锁怎么也打不开 同时白在鹤也追着车辆来到了酒店到处找人 他听到微笑的惨叫赶紧冲进房间救人 微笑走后白在鹤给了男人三连机 男人直接供出是海灵指使他干的 白在鹤解决了男人出来为微笑 披上自己的衣服把人带走了 同时海灵找到金珠拿出一张酒店的地址 跟他摊了牌 说已经找了人要给微笑一辈子难忘的礼物 金珠听后立马冲了出去 等他赶到后正好迎面看到俩人出来 白在鹤看到金珠气不打一出来 他怕海灵父亲知道后微笑就没命了 白在鹤怒吃完金珠就要带微笑离开 可微笑却让白在鹤先走 他要跟金珠共同面对这个问题 海灵得知自己的好事被白在鹤搅合于是 跟他拨去电话要微笑的行踪 可微笑就是白在鹤的宝贝 听到是海灵的电话 白在鹤不管海灵是社长女儿的身份 警告他在动微笑绝不侵扰 吃了别的海灵回到家 把自己绑架微笑的是抄抄给了后妈 后妈气急打了他一巴掌 并决定让海灵必须接受金博士的治疗 这把海灵气坏了 他转头找到金珠说起了微笑事件的狠毒话 说完还要打金珠 这次金珠没有让他给挡住了 还说要对海灵提起离婚诉讼 并告诉海灵他的父亲已经同意了 哪知海灵威胁 他只要金珠敢提起离婚诉讼 他就不活了 回到家海灵去质问父亲 为什么同意放走金珠 他一激动把金珠有微笑的是说了出来 知道自己说漏了嘴 他怕父亲会对金珠下手 又赶紧改了口 把责任都推到了微笑头上 父亲让海灵直接离婚放过自己得了 可海灵却说让他跟金珠分开 他就杀了金珠后 去警局自首说出一切 本来父亲是为他好结果 换来了海灵的威胁 他让父亲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不能让金珠离婚 而那音想到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的朋友 他约出海灵想要告诉他 微笑跟金珠的关系 殊不知海灵早就知道了 心机狠毒的内音碰上疯狂狠毒的海灵 根本行不通 内音一口一个同位女人 为了海灵好的样子 在海灵看来很好笑 海灵损了内音一顿直接走了 这让内音感觉海灵就不是个正常人 但他并没有放弃 跟海灵联手除掉微笑的事 回到公司内音正好看到 微笑放到桌子上的手机 他拿起来翻看后 发现金珠要带微笑去见他哥哥 他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灵 海灵看了内音的短信气氛的 扒拉杯子泄愤 随后去了微笑家里 把微笑跟自己的金珠 谈对象的事告诉了微笑养父 同时金珠在哥哥的骨灰前 送了微笑条项链 跟他求了婚 刚回到家就看到海灵跟养父在一起 微笑养父上来给了金珠一巴掌 微笑本想说服养父哪只养父反手 又甩了他一巴掌 他把微笑拉进了屋 微笑跪着求养父成全 养父接受不了自己骄傲的女儿 做这样的事不断打他 第二天还禁止微笑去工作 把他关在了家里 金珠听说后赶紧找到微笑家 跪在微笑养父面前求原谅 然而微笑养父根本接受不了 金珠跪了一会天就下起了雨 直到快天亮微笑朋友才发现 一直跪着的金珠 他把金珠在外面跪了一夜地 是告诉了微笑一家 微笑养父明知道金珠跪着 也没吭声让微笑很生气 他立马冲到金珠面前 抱着他心疼地哭了起来 然而微笑养父并没有因为金珠的举动感动 他逼微笑去辞职 微笑不肯他又找到副社长 替微笑递了辞职信 哪知副社长主动说出微笑跟金珠的关系 还说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没有必要让微笑辞职 这惊呆了微笑养父 他不明白副社长知道应该拦着俩人的 可海玲有病的是副社长并不想多说 只让微笑养父不要因为这件事太责怪微笑 微笑养父刚走微笑就来找副社长道歉了 他对副社长表示很愧疚 毕竟金珠是他的女婿 说着话微笑痛哭起来 副社长拉着微笑手安慰时 正好被进来的海玲看到 他难以置信后妈竟然在安慰微笑 海玲生气地把微笑拉起来就要走 副社长看到赶紧阻拦 然而海玲说后妈敢插手俩人的事 他就让后妈永远见不到微笑 海玲说完把微笑甩了出去 想到微笑抢走了金珠 还把后妈变成了他那边的人 海玲就疯狂起来 在不断推了微笑几下后 他上前锁住了微笑喉 眼看微笑被海玲掐得已经喘不上来气 关键时刻白在赫出现救了他 海玲那单薄的小身板 被白在赫一下扒拉到地上 白在赫背后警告海玲管好他的金珠 如果微笑因为金珠有任何闪失 他不会手下留情 回到家海玲就接到了金珠的离婚诉讼 压根不怕死的海玲 根本没把白在赫的警告放在眼里 他转头在杯子里放入了毒药 等待微笑的到来 等秦帝来到后 他将其中一杯递了过去 递让微笑喝完毒酒 他就把心爱的金珠让给微笑 微笑拿起来看着海玲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海玲也没打算真的毒死微笑 他递过去的其实是没毒的那杯 但海玲没想到微笑 可以为了金珠放弃生命 他拿过有毒的红酒告诉微笑自己也可以拿命爱金珠 自己喝了毒酒后等他死了 就可以让微笑和金珠一辈子会带着罪恶感生活 微笑赶紧说海玲如果喝毒酒死了 他绝对不会让金珠活在罪恶感里 俩人会幸福地生活 海玲一听这不合算 直接把毒酒甩了出去 正好金珠赶到 海玲恶狠狠地看了眼俩人匆匆离开 微笑强撑到海玲走 一下腿软到了金珠怀里 而海玲感觉到微笑比自己更爱金珠 他有了危机感心烦的找来小弟排忧解难 小弟已经不想搭理他显得不耐烦 奈何海玲有超能力 票子一拍小弟立马转变了态度陪海玲聊天 哪知小弟陪海玲时意外发现了惊天秘密 海玲喝多后把自己杀了金珠哥哥的事说了出来 还告诉小弟录下来他犯罪证据的光盘放在了父亲办公室里 小弟把海玲哄睡嘲笑他没有脑子 这种事都告诉别人给自己挖坑跳 隔天半夜他潜入海玲父亲办公室 开始到处翻找光盘 最终小弟撬开抽屉找到了海玲致命的把柄 拿走光盘后小弟立马联系上了海玲父亲威胁他要钱 小弟就这样一捣手赚了海玲家几千万 他本以为赚票大的以后生活无忧 没想到小弟前脚刚走 海玲父亲就安排白在赫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小弟 夜晚小弟就被抓到白在赫面前 白在赫自从跟微笑相认后心就变软了 他呵斥小弟不良行为的同时得到了震惊的秘密 小弟为了保命说自己复制了光盘 并把光盘内容海玲杀了金珠哥哥 及海玲父亲帮女儿掩盖罪证的事告诉了白在赫 白在赫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海玲父亲就打来电话问小弟有没有弄死 在得知小弟复制了光盘后 海玲父亲命白在赫把人先带过来 正当海玲父亲准备出去时正好碰到回家的海玲 他怒斥海玲说话 不过脑子现在被小弟抓住把柄威胁自己 而海玲得知小弟有光盘后 第一反应竟是不能让金珠知道真相 哪知海玲父亲比海玲还激动 他说金珠如果知道了真相要报仇 之前自己让他做的违法事就会被金珠全部解罚 海玲此刻害怕了 他哀求父亲有这个能力 一定不能让金珠知道真相 海玲父亲这次真的生气了 他瞒然海玲如果早点放开金珠也不会有现在的事发生 而小弟这边在被拉回去的路上偷偷正拖开绳子 趁机跑了 手下本想去追弹被白在赫拉住 白在赫知道小弟会再次联系他们 而金珠这边已经找到了新的住处 夜晚金珠把买来的台灯打开 正享受着二人时光的金珠接到小弟的电话 小弟气不过海玲父亲要杀了自己 于是把金珠哥哥是被人杀害的事说了出来 但他没告诉金珠是谁便挂了电话 海玲这边焦急地联系上小弟让他把光盘给自己 小弟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 可小弟被海玲父亲激怒扬言要把光盘交给金珠 说完便挂了电话 海玲怕小弟找金珠赶紧来到办公室探口风 然而他刚到金珠这里就接到了小弟的短信 小弟让海玲对他父亲保密 然后拿钱来换光盘 看到这里海玲松了口气 金珠对昨晚陌生男人说的话起了疑心 他知道哥哥出事前海玲去探望过 于是问海玲自己的哥哥有没有说过奇怪的话 海玲谎称金珠的哥哥说对金珠是负担 所以不想成为金珠的包袱才会去自杀 这些画画让金珠内心对哥哥很愧疚 海玲刚出来就碰到微笑 他问微笑自己都拿命闹腾了微笑 还要坚持跟金珠在一起吗 微笑听后让海玲不要再弄出那样危险的事 不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会只当成寿的一方 海玲转头找到微笑父亲 给了他一笔钱说是感谢他女儿替自己照顾金珠 微笑父亲感觉自己被海玲羞辱老脸都没有地方割了 他回到家把钱拍在微笑面前说明了钱的来源 并表示明天开始他会用海玲给的这笔钱好好拿去玩耍 金珠这边接到小弟电话约他到酒吧见面交易光盘 同时白在贺手下也查到了小弟此刻正在酒吧蹦迪 等金珠跟白在贺分别赶到酒吧时 小弟正好被海玲父亲另外派来的人给捧了 白在贺见状赶紧上前抱住了小弟 他把人扶到了停车场赶紧为小弟捂住伤口 并不断提醒他坚持下去 小弟说他本想跟海玲做交易 但海玲父亲却杀了自己弟弟 他现在无法把光盘交给金珠了 所以小弟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了白在贺 希望能替弟弟报仇 小弟话没说完就死在了白在贺面前 女人在富婆邮寄给通信社找失散女儿的信物箱里 竟意外发现了跟孤儿院朋友一模一样的绿手声 这让内英瞬间明白原来微笑就是副社长的女儿 隔天副社长便接到通信社的电话说她的女儿找到了 副社长心情忐忑地去见失散几十年的女儿 内英本来还算计着冒充副社长女儿跟她相认 没想到微笑会陪着副社长出现 她怕微笑会认出手上的绿手绳想摘下来 但不管内英怎么扒拉她都摘不下去 最后只能气呼呼回家 副社长接到通信社转达的失约电话泪流满面 她还以为女儿在埋怨自己当年的失责 看着副社长哭泣微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回到家微笑拿着自己的绿手绳也想起了要寻找生母的打算 第二天奈英谎称自己没有了过院的合照 想去微笑家拿照片去打印 微笑也没多想把她领回了家 两人谈话间奈英知道了微笑的房间 她假装肚子疼让微笑去给自己买药 微笑听后立马出了门 奈英则赶紧跑进微笑屋到处找她的绿手绳 然而奈英刚刚找到微笑放绳子的包 就听到了微笑弟弟的声音 她怕微笑会戴上绿手绳被副社长看到 于是把包随手丢进了橱柜底下便离开了 回到公司奈英拿着绿手绳跟副社长相认了 她装可怜地开始了表演 说自己不久前失去了孩子才会想到见一见亲生母亲 所以拜托了通信社去帮忙找妈妈 没想到她的亲生母亲竟然是副社长 本来副社长不相信品行不端的奈英会是自己女儿 可奈英凭着从微笑那里打听来的儿时记忆 很快就让副社长相信了自己 然而找到女儿应该高兴的副社长却联系上了微笑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奈英无感 黎明几十年没见的母女见面 应该抱头痛哭地让她哭不出来 副社长说自己很希望微笑才是自己的女儿 而不是奈英 隔天副社长告诉奈英现在不方便公开 她是自己女儿的身份 奈英心里明白副社长还是不想把自己当女儿看待 于是突然哭了起来 开始哭诉自己没了孩子后 差点被婆婆赶出家门 以及自己过得有多么的苦 奈英的苦肉计成功引起副社长的愧疚心 她拉着奈英不断安慰道歉 正巧这一幕被刚进来的名在母亲看到 她把奈英叫到办公室问她跟副社长亲近的原因 然而奈英有了副社长当后盾硬气了起来 她让婆婆以后对自己好点 但没告诉婆婆自己跟副社长的关系 奈英认为以后只要她说什么副社长肯定会听 另一边白在赫接到手下电话说查到了小弟放光盘的位置 她立马出发去手下汇报的地方 然而让白在赫想不到的是海灵父亲早就怀疑她的忠心 暗自派人跟着白在赫 最后白在赫在健身房的储物柜里找到了光盘 当她离开准备把光盘交给金珠时 却被杀了小弟的男人挡住了去路 男人认为在白在赫手里拿走了光盘 就会得到海灵父亲的赏识 她要单挑白在赫谁赢了谁拿走光盘 然而刚开始男人由于性格急躁 急于求成猛攻被白在赫闪躲过去 白在赫对心急权乱的男人四季抨击 两人对抗了很久 双方实力慢慢拉开距离 在男人没有反抗能力后 白在赫给了她一脚并警告对方 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她就把男人送进警局 本想离开的白在赫想了想被她杀掉的小弟 临走又举了一脚 最后白在赫拿着光盘成功交给了金珠 金珠把光盘放进电脑里 亲眼看到海灵为了得到自己跟她结婚 而把哥哥推下楼梯 金珠一时间接受不了打击回了家 她看到早早等着自己的微笑 一下子蹦不住了 金珠在微笑身上哭得像个孩子 不知道哭了多久金珠发烧了 微笑就这样照顾了她一夜 但她不知道金珠发生了什么 只有陪着她难受 就在微笑出门倒垃圾时 正好碰到来找金珠的白在赫 白在赫把金珠受打击的内情告诉了微笑 微笑听后不放心金珠一个人在家匆匆往回赶 然而等她回到家却没看到金珠的身影 只有一台放着海灵推金珠哥哥的录像 微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手机和车钥匙 赶紧出去找金珠 此刻金珠感觉对不起哥哥正站在桥上准备随她而去 好在微笑及时感到说自己当初失去女儿的时候 金珠抓住了她的手 现在轮到她抓住金珠的手了 微笑哀求金珠不要做傻事 金珠看了看微笑伸出了自己的手 是啊 她还有微笑还要给哥哥报仇 夜晚金珠趁微笑睡着独自去找了海灵的父亲 然而海灵父亲对金珠哥哥的死没有丝毫愧疚 还说金珠哥哥早晚会死 本来就活不长的人金珠就应该想开点 金珠最后跟海灵父亲宣战 在她剩下的日子里 她会赌上一切干涉海灵父亲 海灵父亲被金珠气坏了 转头把金珠知道真相的是告诉了女儿 海灵只关心金珠是不是很生气 海灵父亲则扬言要弄死金珠 她绝对不会让海灵站在法庭上 海灵想找金珠去谈谈 但被父亲给拉住 这次海灵也不好使了 父亲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希望打醒女儿 生活多年的老婆 确实杀害哥哥的凶手 然而当海灵面对金珠的质问时 她却认为金珠应该感谢自己 杀了她哥哥才能有金珠的津贴 海灵知道金珠不会原谅自己 她让金珠杀了自己为她哥哥报仇 她认为比起一辈子被金珠讨厌 还不如死在金珠手里 金珠现在不会动海灵 她要让海灵接受治疗恢复正常后 一辈子活在负罪感里 离开公司金珠回家的路上 就遭到海灵父亲派来的人灭口 好在金珠眼疾手快没有被刺中要害 但双方实力悬疏金珠被打到地上 关键时刻白在鹤赶到把对方下 跑救了金珠一命 白在鹤把金珠送回家交给了微笑 金珠怕微笑跟着自己会受到牵连 想先疏远跟她的关系 然而微笑却表明心意不离不弃 回到家微笑 把跟金珠住在一起的事告诉了朋友 没想到俩人的对话都被微笑养父听到 微笑养父接受不了女儿跟金珠同居 思来想去跑去了微笑公司 公开了金珠跟微笑的关系 并要求公司辞退微笑 路过的公司员工都看到了 微笑养父张贴的金珠跟微笑的恋情 微笑拿着养父贴的东西回家质问 养父认为只有俩人受到世人的指指点点 才能弄清现实而分手 然而微笑并没有退缩 反而跑到金珠这里像夫妻一样 替她收拾房间做饭 哪知微笑养父紧跟其后找到了金珠的家里 她看到俩人在一起气愤地 把微笑整理的衣服都扒拉了 随后拉着微笑回了家 养父把微笑行李收拾好 要把她赶出家门跟微笑断绝关系 金珠联系不上微笑打算去家里找人 结果刚跑出大门口就感觉到了微笑的存在 微笑被赶出来无处 可却只能跟金珠在一起了 而白在赫第六者要杀金珠的男人 丢到了海灵父亲面前 她知道当海灵父亲指使男人去杀别人的时候 自己和手下也会被处理掉 所以她提前跟海灵父亲宣战了 在白在赫走后男人给海灵父亲出了个主意 她查出金珠跟白在赫的弱点就是一个女人 只要动了那个女人俩人不是死就会疯 同时海灵来到微笑跟金珠的住处 她假装自己没带钥匙跟开锁的打电话来开门 刚进来海灵就发现屋内全是成双成对的日用品 气愤的海灵把杯子摔了出去 夜晚她约出金珠提前在她的酒里下了迷魂散 等金珠赴约后 海灵把盖好张的离婚协议给了她 因为她知道金珠哥哥的事 揭发出来法院也会派俩人离婚 临走海灵已喝最后一次酒为由骗金珠喝下了那杯酒 海灵把晕倒的金珠扶到酒店 随后联系上微笑说自己跟金珠在一起 通知完微笑 海灵拿出刚刚的离婚协议书就给撕了 她是绝对不会轻易放了金珠 海灵要让微笑跟自己一样疯掉 路闹完海灵便在金珠衬衣上印了口红 随后离开了酒店 一早金珠看着地上被撕掉的协议书就明白了是海灵搞的事情 金珠回到家就看到微笑坐着等了她一夜 本想跟微笑解释昨晚没回家的理由 但微笑赶紧说她相信金珠无需解释 然而当微笑一抬头就看到了衬衣上的口红印 隔天金珠工作时给微笑打电话却直接被挂掉了 海灵过来主动把昨晚告诉微笑俩人在一起的事说给了金珠 金珠打算直到海灵去法庭 以后绝对不会再见她 回到家金珠拉住声嫩气的微笑 俩人交谈时误会解除和好如初了 偶尔的吵架也能促进男女感情 微笑也把自己不能再生育的是告诉了金珠 哪知金珠根本不在乎 她说微笑不能生 俩人就去过儿院里养一个回来 这天海灵父亲派男人去抓微笑来控制金珠跟白在赫 男人伪装成超市送货员跟着微笑进了屋 就在男人要掏出东西动手时正好白在赫来了 男人吓得扯了个幌子离开 白在赫看着男人侧颜面熟赶紧放下东西追了出去 男人没有找到却正好碰到迎面回来的金珠 她提醒金珠海灵父亲可能要对微笑下手 刚提醒了金珠没过两天 海灵父亲就命令手下去杀了微笑和金珠 白在赫很快接到手下的消息说 海灵父亲派的人正在去微笑家里的路上 她赶紧联系上金珠通风报信 让俩人快跑 来不及解释金珠就拉着微笑开溜了 此刻白在赫也赶到家门口把俩人接上车 海灵父亲的手下后脚感到自然扑了空 白在赫把俩人安排在了一所废弃的学校里托朋友照顾 他们暂时在这里安顿下来 而微笑感觉自己不能就这样消失 于是找了个机会回到公司跟副社长辞了职 没想到刚出公司竟然遇到了当初知道内因绑架微笑女儿所有内情的大婶 为了让副社长彻底相信俩人是母女关系 内因偷偷拿走了微笑梳子上的头发 她主动把头发交给副社长提出去做亲子鉴定 很快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俩人确实是母女关系 刚把鉴定结果放起来微笑就来辞职了 因为要夺海玲父亲的追杀加上公司已经知道了自己跟金珠的关系 她只能先放弃工作 回到办公室收拾东西时 内因让微笑把副社长送给她的手链留下来 说完就上手替微笑摘了下来狠狠地扔了出去 微笑难以置信 内因能做到这种地步转头离开 然而内因正得意时就接到了当初帮自己照看微笑女儿的大婶电话 她着急忙慌地跑出去见大婶 可微笑出来时正好被大婶拦下打听海岚母亲的下落 吓得内因躲在墙后赶紧跟大婶招手 原来大婶得知内因把当初那个孩子母亲挤出豪门自己嫁了进去 她是拿海岚事件威胁内因要钱来了 大婶看内因给的钱少 张嘴就跟她提出下周准备三亿 她要在附近开家店面 内因本想拒绝 但大婶有备而来竟说出了海岚母亲微笑的名字和微笑的家庭住址 这么大笔钱把内因酬坏了 正想着怎么搞钱的内因被副社长叫到办公室 副社长把亲子鉴定书给了内因 她为自己怀疑过内因的身份感到抱歉 为了弥补亏就还把微笑开发组组长的位置也给了内因 内因不想自己一帆风顺的好事被大婶破坏 于是打算用民在存者里的钱先渡过难关 结果发现民在存者密码换了 她跑去问民在换密码什么意思 民在也不知道挣一头雾水时母亲进来了 原来是民在母亲怕内因乱花钱私自改的民在密码 内因刚想理论大婶又打来催促电话 她只能偷摸地出去接电话跟大婶谈话 哪知民在紧跟其后听到了电话那头要三亿的话 内因听到民在在身后直接挂了电话 并谎称跟她打电话的是自己以前的养母 因为得知她成了豪门媳妇 所以想趁机要点小时候的抚养费作为补偿 民在听后感觉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厚脸皮地要钱 她问内因是不是被对方抓住了小辫子 内因赶紧否认哭泣装可怜 然而大婶被挂了电话后为了吓唬内因转头跟微笑联系上了 还提起了海澜邀约微笑见面 内因回头联系上大婶让她宽限几日 哪知大婶说内因总挂自己电话所以她约了微笑 吓得内因嗷嗷怒吼答应很快给钱结果被大婶挂了电话 内因不放心地跑到大婶约微笑的地方 然而却扑了个空 这时她收到大婶短信说再给她一周时间准备钱 这次只是吓唬一下她 刚想离开的内因正好碰到了赴约的微笑 面对微笑的疑惑内因扯了个幌子离开了 内因正想着这周之内怎么凑够三亿 民在拿着钱来找她了 内因看了看信封里只有五千万瞬间心瓦凉 民在认为一个养母跟内因要三亿属实过分 她准备这笔钱的目的是想跟着内因去见见对方 内因听后很害怕 她怕自己间接害死了民在和微笑女儿的是会东窗事发 内因谎称不想因为这件事被婆婆讨厌把民在糊弄过去 而没有等到大婶的微笑思来想去 都觉得对方提起海岚很可疑 她按原来的来电号码拨了过去要求再次见面 大婶谎称昨天临时有事才会失约 说完就不再搭理微笑 自顾自地跟旁边店面的人说话 这让微笑听到了大婶即将开店的位置 挂了电话微笑想不明白 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是海岚的母亲 她决定去电话里大婶无意间透露的地址去找找人 很快微笑摸到了大婶要开店的地方 她在门口联系大婶 不曾想大婶看到她就躲在树后面观察 微笑开始跟大婶留言询问海岚的事 不管大婶是不是带走海岚的人 她现在都不计较了 只想知道海岚被带走后的情况 有没有哭有没有不断叫妈妈 说着说着微笑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大婶看到多少有些愚心不忍 到了晚上那英来赴约给大婶钱 大婶一看里面 只有五千万并不是自己要的三亿当即击眼了 看那英根本不把自己的话放在眼里 她掏出一部手机威胁那英 说手机里有那英让自己处理海岚尸体时的通话录音 并把微笑下午来找过自己的事告诉了那英 大婶本想这次要了钱就跟那英彻底断了关系 既然那英不听话 大婶决定把真相都告诉微笑 最起码自己还能坦坦荡荡做个人活着 那英听后慌了自己给大婶又仗了一亿 正说着微笑再次过来赌大婶正好看到那英俩人 他不确定跟那英见面的是不是电话里的大婶 也很纳闷那英在这里干什么 那英本想趁机拿走手机 却被大婶眼急手快提前一步抢走 大婶否认自己是打电话的人就要离开 微笑不依不饶拉着他不放 那英说大婶是自己养母 正好在这里见面而已 两人相继离开留下微笑独自等着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哪知大婶转头又回来了亲口承认自己是打电话的那个人 但他并没有告诉微笑真相 而是谎称跟微笑打电话是提那英抢了微笑家庭道歉的 微笑失望至极以为可以听到点海澜生前的消息痛哭起来 大婶看着微笑这样忍不住想落泪 回到废弃的学校 金珠递给了微笑个花圈 微笑拿着花环突然想跟金珠举办宣誓仪式 这是比结婚跟订婚更重要的仪式了 就在仪式当天微笑收到了大婶寄来的包裹 但是上面没有寄见人任何信息 微笑好奇地打开箱子 里面正是录着那因杀害他女儿证据的手机 逃亡中的男女却在废弃学校举办了宣誓订婚仪式 就在金珠伟微笑戴上戒指的同时追杀他们的人找到了这里 还沉浸在幸福中的俩人丝毫没有感知到危险的来临 好在白在鹤一瞥眼看到了一群拿家伙的人 金珠拉着微笑就跑 但被人堵住了去路 双方很快展开了混战 就在金珠护着微笑准备上车时却被人从背后偷袭 微笑眼急手快替金珠挡住一闷棍 可他自己晕倒在金珠怀里 金珠把人交给了白在鹤送去医院 自己留下来拖着对方的人 但双拳男敌四手金珠被对方抓住打晕过去 铁锤把人绑到了仓库通知了海灵父亲 金珠被抓到要被弄死的消息被海灵听到 就在海灵父亲下令要金珠的命时 海灵打来电话谎称怀上了金珠的孩子 如果金珠有个三长两短 他就吃药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陪金珠死 海灵父亲看着金珠除了窝火就是窝火 回到家海灵父亲还想跟女儿商量金珠的问题 毕竟金珠知道自己太多秘密不能留 可金珠就是海灵的命 他当即就要拿药往嘴里塞 父亲赶紧阻拦他 医院里微笑苏醒突然失忆了 他现在只认识白在和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而内音得知大神把手机寄给了微笑 他正担心微笑会发现真相的时候 就听说了微笑昏迷不醒的消息 那一向微笑朋友打听手机的下落 谎称是自己寄错了人要跟微笑朋友回家拿回来 同时微笑苏醒后被带回家休养 他看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拿了起来 随手打开了一个录音 竟然是海灵活着的时候在唱哪儿歌 微笑虽然忘记了海灵存在过 但母女怜心她听到海灵想妈妈的录音莫名地哭了起来 正好带那音回家拿手机的朋友听到了微笑的哭声 他赶紧进来安抚微笑 内音想趁机拿走手机 可微笑仿佛受到刺激不断地哄他们出去 最后内音也没有得逞 只能期盼微笑永远失忆 然而微笑闲着没事挨个点着手机录音听 里面全是内音联系大神谈论海灵的问题 可微笑现在不知道海灵是谁 所以并没感觉到什么 另一边微笑养父找海灵父亲讨公道时 突然激动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下属想联系医院被海灵父亲拒绝了 他也没管微笑养父直接离开 这导致微笑养父送医太晚措施 最佳抢救时间婚离不醒 而海灵父亲想着女儿的话 最终联系上手下让他放了金珠 海灵父亲手下撤了后 白在赫很快赶到仓库把金珠救了出去 他把微笑失忆和微笑养父婚离不醒的是告诉了金珠 金珠跟着白在赫去看微笑 结果微笑看到他便向白在赫身边躲了躲 他现在谁都想不起来感觉很无助 趴在白在赫身上哭了起来 海灵听说微笑失忆了感觉对他来说是好事 他认为没了微笑自己跟金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微笑回到家接到明仔的电话 明仔听说微笑失忆了专门打电话来探虚实 哪知微笑听明仔说是自己的前夫 于是问他海灵是谁 明仔怒斥他连女儿都不认识了 微笑听了明仔的话深受打击 他难以置信自己连女儿都记不起来了 微笑不断强迫自己记起海灵的事 过往的记忆慢慢涌上脑壳 最后微笑终于想起了海灵的一切恢复了记忆 他哆哆嗦嗦拿起大审寄来的手机 摁下了最后一条录音 恢复记忆得知真相的微笑气得浑身发抖 他直接冲到前夫家里要手撕那婴 不管前夫跟前婆婆如何询问 微笑只是一味地找那婴不说其他 这让前夫跟前婆婆感到莫名其妙 微笑此刻气得已经语无伦次 还在痛苦中的微笑一抬头 看到那婴回来了 他恶狠狠地盯着杀女仇人 依旧一句话说不出来 那婴以为微笑失忆 被人告诉海兰离世的是受到二字打击才会这样 他满不在乎地提海兰名字 微笑再也忍不了从那婴家里跑了出来 他告诉自己要冷静 海兰受了多少苦 还有海兰的尸体埋在了哪里 需要先查出来才行 在调查清楚之前 微笑决定隐瞒恢复记忆的事 他来到父亲病床前后悔 当初内婴抢名载的时候应该放手的 不然女儿也不会出事 微笑守着养父期间 海灵父亲的司机来探望了 他告诉微笑的养父昏迷 是海灵父亲不管不顾导致的 这次他来也是道歉来了 微笑想到养父是送医不及时导致昏迷不醒 他暗暗决心要跟海灵父亲 和杀害金珠哥哥的海灵 以及害死女儿的内婴复仇 微笑转头找到海灵父亲怒问他 不管养父死活导致他现在都处于婚礼状态 然而海灵父亲却说微笑敢跟自己女儿抢金珠 现在微笑养父还能躺在病床上 活着也是他运气好 微笑气得不再跟海灵父亲说话起身离开 他知道复仇需要有能力的人帮助自己 于是找到同样丢了女儿的别家公司社长寻求帮助 微笑拿出海灵和海灵父亲及那婴的照片 想让对方帮助自己完成复仇 赵社长只是喝过微笑煮的海带汤 就让他去帮忙报仇还是三个人 这样赵社长感觉微笑很不可思议 微笑把三个复仇对象所做的事情都告诉了赵社长 没想到赵社长就这样答应了他 原来曾经赵社长的场子就是因为海灵父亲拓产 女儿也是在求海灵父亲的路上出了事故丢了 所以微笑的复仇对象之一也是赵社长的仇人 但赵社长让微笑跟金珠分手 说爱情就是复仇的绊脚石 想一心一意复仇必须丢掉爱情 两人谈妥后赵社长带着微笑去百货商场要为他变身 还说要让微笑担人民仔公司的新任社长 虽然是代替自己行使社长的权利 但微笑的称呼就是社长 回到家微笑把赵社长给他买的把大包小包放下 随后掏出赵社长调查出来的海岚交通故事陈叔叔 看着地上圈起来小小的印记和血迹 微笑忍不住眼泪直流 而内印这边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 做起海岚事故当天的梦中梦 梦里被惊醒的他出来就看到微笑要自己为海岚尝命 那因瞬间被吓醒 第二天微笑摘下跟金珠举行典礼的戒指 放在金珠家里便离开了 等金珠回到家发现戒指赶紧跑出来追人 他心里祈祷微笑不能丢下自己 然而微笑为了复仇抛弃儿女情长已经决然离开 很快明在公司举行了新任社长任职仪式 赵社长作为现在最大的投资股东 发言介绍一位代替他来做代理社长的人才 话音刚落大家鼓起掌声 然而当微笑进来后 民宰那音一家愣住了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把内音杀害女儿的证据手机里的录音 让朋友备份下来 而手机则让朋友送去警局 哪只朋友拿出音频文件时 手机突然坏了 他告诉微笑要把手机送去维修店修理 正好微笑朋友刚走 那音便听员工说了这件事 他脑子一转就猜到手机可能就是大审邮寄给微笑的那部 于是着急忙慌地跑去追微笑朋友 同时微笑朋友刚把手机放到维修店出来 那音躲在身后进去把手机骗了出来 回到家那音信信手机坏了 他自我安慰微笑应该没有听到录音 就算听到了现在微笑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了 很快微笑接到手机丢失的消息 听说是有人提微笑朋友的名字把手机领走了 俩人想来想去觉得就是那音拿走的 微笑开会直接把那音排除在外 那音找上来质问微笑是故意针对自己 就这样微笑俩人对视了很久 那音先心虚地劈过头 他很纳闷微笑都失忆了 为什么会用那种眼神看自己 而且婆婆自从微笑当了社长下 到头疼脑热被微笑前夫扶着回家 他没想到微笑会成为公司的新任社长 这也就意味着微笑掌管了 全公司职员去留的权利 林在母亲当即让儿子趁微笑 失忆尽全力对微笑好 林在一想到微笑失忆 对自己以前做的坏事都忘记了 变开心的不行 他要重新在微笑面前树立好印象 林在说完开心地跑去找微笑了 他带着花篮早早地等在微笑办公室 祝贺他身为社长 随后步入正提问自己在不在调查人员的名单里 哪知微笑告诉他就排在第一位 吓得明在赶紧撒谎说俩人之前是模范夫妻 探在他们感情好的不得了的份上就放过他一马 微笑问他既然是模范夫妻俩人为什么会离婚 明在把他失去女儿在最脆弱的时候 内因趁虚而入的是说给了微笑 微笑现在的复仇目标是内因 他没有太为难明仔让他走了 明在出来就跟母亲汇报送了微笑话 哪知母子二人的对话都被身后的内因听到 内因不乐意地质问 明在都没有跟自己送过话 他放下狠话 一定要把微笑拉下社长的位置 说完那英气冲冲要去找副社长商量 没想到刚到门口 正好听到海灵父亲吵吵着让副社长想办法把微笑拉下来 等海灵父亲走后 站在门口的内因推理了一顿 他认为自己跟海灵父亲的目的是一致的决定联盟 于是内因找到海灵父亲保证自己会把微笑拉下社长的位置 但条件是海灵父亲接纳自己是副社长的女儿当自己后爹 海灵父亲一听当即喜笑颜开的同意了 本雅人刚谈完海灵闯了进来 他没空搭理那因直接质问父亲为何代替自己在合约离婚书上签字 海灵父亲戳破他怀孕的谎言 还说金珠用俩人离婚来交换不再追究海灵杀了哥哥的事 所以海灵父亲为了不让女儿蹲牢房便替海灵签了离婚协议 同时金珠收到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 最终这个协议还是晚了一步 微笑已经离开了他 晚上的印滴柳着水果蓝来跟海灵父亲探讨把微笑拉下来的事 他把果蓝随手丢给海灵让他接过去 海灵哪里受过这种气直接扔到地上回了屋 他不想后妈有别的女儿让人在背后调查了内因一顿 结果竟然让他发现内因跟后妈的血型不符 而且后妈的血型根本生不出来内因这种孩子 海灵很纳闷那因是怎么骗过后妈的 海灵把调查那因的结果派在内因面前戳破他的谎言 不等那因反驳解释 海灵扬言要把真相告诉父母 说完就要掏出手机先跟警局报案 内因竟然是用微笑头发跟后妈做的亲子鉴定 才浑水摸鱼变成了后妈女儿 比起内因当后妈的女儿 海灵更不喜欢微笑是后妈女儿的事实 所以俩人达成共识 内因对付微笑 而海灵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转头海灵来到公司找后妈 没想到正好看到后妈安慰微笑的场景 他心里想着大概这就是血浓于水 于是海灵故意在微笑还没离开时 说要跟内因姐姐姐和平相处 海灵说内因是后妈亲生女儿 自己跟内因好好相处 后妈心里也会舒服点 这把后妈开心坏了 抓着海灵一顿感谢 内因很得意海灵也成了自己人 这样下去 她就能尽早有个实力雄厚的娘家 正想着海灵父亲打来催促电话 让内因赶紧把微笑拉下社长位置 内因让海灵父亲再等等 很快他就会送给海灵父亲一份大礼 同时微笑接到电话说 查到了海兰事故后送去的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却得知当时治疗过海兰的医生 是临时支援过来的已经找不到人了 微笑想知道海兰当时出事后的状态 医生告诉她海兰来的时候已经昏迷 只治疗了三天 但是诊疗记录也没有其他只有死亡而已 这让微笑备受打击 她此刻感觉心脏都要碎掉了 明在母亲已让微笑看海兰照片 唯有准备了一桌子饭菜邀请她过来 现在明在母亲很后悔以前对微笑恶劣的态度 她希望今天巴结好了微笑 能让自己当个民意会长 内因回到家听说邀请了微笑很愤怒 但都被母子俩无视了 为了套近乎明在跟母亲很卖力地夸赞 海兰给微笑介绍海兰的点点滴滴 微笑则不断地引导俩人怀疑内因 毕竟海兰丢的那天 就是内因被明在母亲赶出公司的那天 听着几人不断地推理 内因沉不住气起身离开 她躲进屋里慌张地想着微笑光提那天事情的目的 隔天微笑派人查出了海兰事故后的主治医生电话 她赶紧联系上对方问那天海兰的情况 对方告诉微笑孩子离世前 一直在唱一首歌说是妈妈经常唱的三只小熊 微笑回想起大婶邮寄来的手机离海兰唱的三只小熊 原来那是孩子离世前唱思念母亲的歌 微笑再也绷不住了痛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恢复平静的微笑约出那音 她直接问那音海兰埋在了哪里 那音这才知道微笑恢复了记忆 微笑威胁那音不说海兰埋的地方就去警局报警 可那音竟然反威胁微笑 如果微笑敢报警 她将永远不知道孩子埋在了哪里 她要让微笑心无刀割 让海兰埋在冰冷的地下一次也见不到妈妈 那音说完不懈地瞥愣了眼微笑离开了 别看那音在微笑面前硬气 背后却慌了一皮 她已经准备筹钱逃跑了 回到家那音就让婆婆卖的说 要用钱把微笑从社长的位置上拉下来 然而婆婆认为自己家跟微笑多少有亲情关系 并不打算拉微笑下来 没办法的那音又跑去找海灵父亲 她谎称拉微笑下来需要大笔钱财 前道账越快微笑被赶出公司就越早 海灵父亲还以为那音爽快是个办事的人 殊不知那音准备钱一到位她就跑 那音回到公司刚想提前订机票 得知海兰死因的白在赫就闯了进来 她说那音现在就是个怪物让那音去自首 然而那音就是要让微笑疯掉 她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做错了事 但现在她已经不打算停止 哪只微笑还不放弃给那音最后一次机会 她这儿八经的拜托那音告诉自己海兰埋在哪里 那音也最后一次告诉微笑 说她永远找不到海兰的位置 气愤的微笑上来给了那音一巴掌 没想到正好被进来的副社长看到 那音顺势污蔑微笑 要利用职权把她赶出公司 副社长听信了假女儿的话愤怒地质问微笑气到头晕 而微笑面对那音的谎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副社长为了安慰那音特意约海灵跟那音晚上一起吃饭 而海灵得之后联系上那音让她戴上那条绿手绳 比约定的时间点提前早来半小时 海灵的目的没打算让那音一直当后妈的女儿 她看不得那音被后妈宠爱 所以她要给那音要回绿手绳 那音一开始想找个实力雄厚的娘家人 现在微笑知道了海灵的真相 她打算逃跑 也没打算一直当副社长女儿 她爽快地把绿手绳扔到桌子上 没想到两人谈论微笑是副社长女儿的时候 正好被后面的微笑听到 妇婆妓女怕微笑抢走后妈 当即就要带她离开 没想到刚转身正好碰到迎面进来的妇婆 微笑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海灵拉了出去 海灵说微笑已经抢走了金珠 她不希望微笑再抢走自己的母爱 况且后妈如果知道刚认的女儿是假的 一定会受刺激晕倒 海灵说完回了餐厅 微笑看着其乐融融的三个人 想了想没有进去跟副社长相认 家里弟弟搬橱柜的时候 正好发现了内音当时怕妇婆发现 微笑是她女儿而丢进去藏起来的手绳 微笑刚到家朋友就把绿手绳递给了微笑 但此刻微笑却高兴不起来 她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 那音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副社长女儿 还冒充自己去认母的 于是微笑约出那音疑问究竟 而那音告诉微笑 她是无意间听到副社长在找未婚时生的女儿 然后她把副社长邮寄找女儿信物的纸箱里 找到了微笑同款的绿手绳 她太嫉妒微笑 连亲生母亲都是有钱人 那音就是这样拿着副社长的那条绿手绳 跟副社长相认的 微笑难以置信 那音竟想让自己一辈子都不知道 副社长是自己的生母 哪知那音并不怕微笑知道真相 她威胁微笑 说副社长知道把杀了海岚的人 当成亲生女儿肯定会受刺激 如果不想让副社长出现得好歹 就闭上嘴巴 一辈子都不用想认回母亲 微笑对那音说的话 心痛到不行只能独自承受哭泣 而那音回到公司焦急地等待着海玲父亲打钱 看到账户一直没有入账 她便威胁海玲去催促她父亲打钱 那音说如果今天钱不到账 她就把微笑是副社长女儿的事 告诉给副社长跟海玲父亲 而海玲还以为 那一要父亲的钱 是真的用在把微笑拉下社长的事情上 于是回家 她就对父亲大吼大叫让她赶紧给那音打钱 本来海玲父亲总觉得可疑还在犹豫 但惊海玲一顿闹腾 最终把钱给了那音 那音收到三亿多道账的消息喜笑颜开 看来海玲父亲的弱点就是海玲 回到家让那音想不到的是 婆婆也给了她压箱底的钱 这意外之才让那音心里乐得不行 林在母亲以为自己很聪明会分散投资 到时候不管那音音还是微笑 依旧坐在社长的位置上她都不亏 殊不知屋里的那音已经在收拾行李要飞去国外重新开始了 正拿着机票幻想的那音被进来的民在打断 她谎称今天要去海外出差 说完就赶紧收拾行李 哪知名载掏出路 有那音杀害海澜证据的手机说给她修理好了 本来那音已经把这部手机忘记了 她头也没抬地说自己没有坏掉的手机 刚说完突然反应过来坏事了 她激动地改口说手机是自己的 见民在开始疑心她的行为 那音上手就抢了过来 随后地里的行李就往外跑 刚出门口碰到婆婆 内音直接把婆婆推倒离开了 婆婆一不小心闪到老腰 她抱怨内音的同时 民在猛不叮看到内音掉到地上的手机 她好奇地打开听到了内音让大婶处理海澜尸体的对话 婆婆吓得大惊失色 两人难以置信 竟然是内音害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女 同时金珠在白在鹤口中听说了内音杀害海澜的事 微笑一直想隐瞒这件事亲自为海澜报仇 可身为律师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必须先报警处理 不然内音会跑掉 正如她所料金珠报警后 警局的人刚来到民在家门口 内音已经先一步跑了 白在鹤第二天把内音跑了的是告诉了微笑 微笑没想到内音会跑 她实际上还想最后一次说服内音自首 说完掏出了微笑跟内音在孤儿院时一起画的话 她知道内音肯定会联系白在鹤 所以让白在鹤拿着画到时候劝内音 白在鹤拨去内音的电话 留言把当年小时候她为了让微笑有个好人家收养 偷偷调换了微笑跟内音资料的是告诉了她 还说微笑养父之所以会选择收养微笑 是因为内音跟微笑一起画的那副笑脸花朵画 所以微笑有福气被善良的人收养全是脱了内音的福 内音听后内心多少对微笑的恨意释怀 她来到微笑家门口 心想着自己对微笑做了那么多坏事已经无法回头 刚转身就看到微笑在回家的路上 内音赶紧躲到了一边 等微笑进屋后 内音主动联系上了微笑道歉 内音说她本想把海岚藏起来一段时间吓唬微笑的 但不知怎么滴就把海岚弄死了 现在内音幡然醒悟 不仅跟微笑道歉 还把海岚埋的地方告诉了她 富婆一眼认出女人手里的绿手绳 是自己亲生女儿的 可她现在已经找到了女儿奈英 这让富婆很纳闷员工手里的手练来源 本以为员工手里的手练是简的 没想到对方却告诉她手练主人是微笑 再确认了手练是微笑从小带到大的东西 富婆这才意识到之前认了个假女儿 她拿着手练当面问微笑是不是自己亲生女儿 微笑听后再也绷不住了 什么话没说哭了起来 富婆埋怨微笑知道是自己女儿也不告诉她 而微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真相 母女俩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认了母亲微笑来到内英告诉她买海岚的地方看女儿 刚看到海岚的目的微笑便绷不住大哭 导致海岚离世的内英站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一切 微笑回到家联系白在赫让她尽可能地劝那英去自首 她认为内英肯定会去找白在赫 也会听白在赫的话 而白在赫刚挂掉微笑的电话 就看到内英早早等在家门口 白在赫把微笑内英小时候画的花地给内英看 内英这才想起来她跟微笑小时候的友谊 但她没有勇气去自首 于是骗白在赫自己想吃紫菜包饭让她出去买 然而等白在赫买回来发现内英已经不见了 而她钱包里的卡也都被拿走 微笑听说内英找过白在赫又逃走了 她焦急地说让内英自首就是想给她减刑的机会 微笑认为海岚的事故并不是内英故意的 所以想申请对她从轻处理 但如果内英就这样逃走 她也不会再原谅内英 隔天白在赫收到一条药房消费的短信 她看了药房地址赶紧跑去附近找内英 而内英此刻正在沉思事情 她听到白在赫的叫喊声赶紧起身离开 但被白在赫拉住了 白在赫在她的包里发现了整瓶睡眠药 原来内英没有勇气自首打算就此了结自己 白在赫生气地把人拉到家里开始教训内英 教训完内英她来到公司找微笑 打算告诉她内英在自己家 哪知刚说了内英的名字就被近来的金珠打断 金珠怀疑微笑恢复了记忆缠着她恢复恋爱关系 可现在内英还没自首海灵父亲也没有扳倒 她不承认认识金珠 还说自己现在爱白在赫 这让金珠备受打击 她转头跟白在赫单独交谈 问她接不接受微笑的真心 白在赫答应金珠在海灵父亲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前 她会照顾微笑 等一切结束白在赫一定会让微笑回到金珠身边 而得知微笑踹了金珠要跟白在赫谈对象的内英坐不住了 她恳求白在赫跟自己一起逃跑换的地方生活 白在赫怒吃那英去自首才是她重新人生的开始 而那英却认为只要有微笑在 那白在赫的心里就不会有自己 内英想再挣扎一次联系上白在赫 问她要不要跟自己逃走重新生活 她不想坐牢 可白在赫正在跟微笑在一起 没有回答她匆匆挂了电话 内英感觉白在赫没戏了 而海灵父亲和明在母亲给的钱也被警方冻结 于是内英趁明在家里无人悄悄潜入家中 偷走了明在母亲的所有首饰跟私房钱 最后内英提溜着行李要马上逃走 白在赫拦着她不让走 两人争执间正好微笑跟着过来了 她难以置信白在赫竟然瞒着自己藏那英 几人进屋后 内英虽然认识到自己犯的错 但她就是不想去自首 给她机会她不要 微笑扬言现在就报警 哪知那英用白在赫窝藏自己威胁她 内英说当初白在赫为了从养父手里 把她救出来动手后被抓蹲过牢房 如果微笑现在报警白在赫犯了窝藏自己的罪 也会被抓进去 反正现在被微笑发现 她就赖在白在赫家里生活了看微笑 敢不敢报警抓她 一番话下来气得微笑直掉眼泪 但又对内英无可奈何 在微笑走后 白在赫说给内英一周时间去自首 不然亲自把她送进去 虽然白在赫嘴上对内英硬气 但她心里拿内英当亲妹们一样 转头白在赫提溜着为内英买的皮鞋 打算赶化她 可当她兴冲冲回到家 没有看到内英 反而看到了留下的道别纸条 她赶紧跑出去找人 而此刻内英已经握着一把药 要结束自己最恶的一生 夫妻过了半辈子 女人却因为找到了亲生女儿 跟丈夫提出离婚 俩人吵架的一幕 吓到了一旁的妓女 女人决定分居于是 跑到了亲生女儿家里 她为微笑准备了一桌子饭菜 哪知还没享受母女时光 妓女海玲追到了微笑家里 她接受不了男友爱上微笑 又要因为微笑 被后妈抛弃的事实 海玲现在想到微笑 是后妈的亲生女儿就讨厌 她一点都不想跟微笑分享后妈 海玲出来正好碰到微笑 她怒吼着微笑 没有妈妈至今为止 也活得很好 但自己不行 海玲发泄完 心中想说的话回了家 看到父亲还在家坐着 海玲逼父亲去微笑家里 把后妈接回来 不管是求饶还是威胁 她要后妈回家 然而海玲父亲说 副社长站在微笑那边 就是自己的敌人 她在考虑 用什么方法对付副社长 海玲怕父亲伤害后妈 第一次替别人着想让父亲换位思考 她对后妈带来的伤害 海玲父亲不分是非有言不尽 海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 反正她没有后妈活不下去 如果父亲不接回后妈 她就原地离世 本以为海玲就是吓唬父亲 没想到她绝食饿了自己两天 父亲让她去吃饭 而海玲却让父亲去跟后妈下 跪把人求回来 父亲告诉海玲 她后妈跟自己对着干帮金珠微笑告自己 她现在资深难保都要完了 海玲父亲则骂海玲没有良心 只知道后妈不知道亲爹 说完气呼呼离开 然而海玲就是她的软肋 虽然生气 她还是找到副社长 但海玲父亲并没有求副社长回家 她把海玲绝食要母的情况告诉了副社长 并威胁她不回去就对微笑下手 副社长并不惧怕海玲父亲的威胁 说什么都会站在微笑这边对付她 但父亲归父亲女儿归女儿 副社长担心海玲的身体 还是跑到家里去看她 海玲看到副社长来赶紧坐了起来 哪知副社长关心完海玲就开始劝她去自首 海玲说自己自首了就会跟后妈分开生活 自己如果去了牢房 那后妈肯定指认微笑这一个女儿 她不去 另一边海玲父亲被金珠微笑 和帮助微笑的赵社长告发 她立马冲到微笑养父病房去找微笑谈话 海玲父亲问微笑想得到什么可以放过自己 而微笑什么都不要 只想让海玲父亲跪下来对养父道歉 俩人意料之中没谈妥 而海玲以为后妈劝自己自首都是微笑戳的 她不顾自己饿了几天肚子疼得病跑去找微笑算账 海玲说微笑故意让她去坐牢 然后好跟后妈幸福地生活 海玲越说越激动 微笑赶紧抱住她 没想到海玲一顿闹腾自己肚子反倒疼得不行 微笑把海玲扶回了家 海玲让她离开 微笑却去为海玲做了粥吃 哪知海玲吃了一口就差点哭了出来 她说自己这两天吃不下任何东西 但吃微笑做的这个粥竟然不吐 微笑顺势说海玲虽然不是妈妈亲生的女儿 但三个人的口味一样 证明海玲堪比亲生 她很谢谢在自己丢了的日子里 由海玲陪伴着副社长 说着说着微笑哭了起来 这样海玲也为之动容 就在微笑要离开的时候 海玲改口喊了微笑姐姐 海玲这才醒悟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她在独自拥有母爱 两人在此刻都对彼此释怀成了真姐妹 女人坏事做尽最终被微笑感动 幡然醒悟决定自首 微笑转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可母亲却告诉她 自己早把海玲父亲的秘密资金都转给了微笑 算是海玲父亲对微笑做坏事的惩罚 还没等两人谈完 海玲父亲怒气冲冲来找副社长算账了 她忍受不了被跟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婆出卖 揪着副社长就要动手 微笑见状阻拦反被甩到一边 海玲父亲低流起来微笑就要揍 好在被刚进来的金珠抓住 海玲父亲哪几人没办法转头跑去医院 要掐死微笑养父 本来昏迷不醒的微笑 养父被海玲父亲这么一掐 突然有了动静不断抽搐 海玲父亲见状吓一跳赶紧逃跑了 微笑养父被海玲父亲掐得二次脑出血 送进了抢救室做手术 好在手术一切顺利微笑养父 可以转到病房观察 只不过这周很关键 挺不过去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反应过来的微笑弟弟 把海玲父亲掐微笑养父的事 告诉给了白在赫 白在赫立马冲到海玲家找海玲父亲算账 他进门便揪住海玲父亲领子 问他是不是掐了微笑养父 海玲父亲吓得矢口否认 而白在赫滴溜着海玲父亲离开了家 他把海玲父亲甩到微笑养父病房 让他认错 哪知海玲父亲看到进来的金珠 立马把帽子扣到金珠头上 说微笑养父那天 就是为了跟自己要金珠才会晕倒婚礼 白在赫怕金珠因为内疚影响微笑金珠的感情 赶紧要往外号海玲父亲 海玲父亲把那天微笑养父晕倒的前因后果都说了出来 最终金珠因为对微笑和微笑养父的愧疚 而接受不了打击无脸再该在病房离开了 白在赫怕金珠有个闪失紧跟其后追到江边 从那以后金珠躲在家里荒废度日 嘴边的小胡子也长了出来 微笑定期来给他收拾乱七八糟的房间 顺便开导安慰金珠 金珠刻意去疏远微笑 他真怕微笑养父醒不来 自己就成了罪人 另一边海玲父亲为他所犯下的所有罪 被紧急带走赐了一对银镯子 海玲在去警局之前联系上金珠 他为七年间骗金珠当老公 急害了他哥哥的事道歉 金珠给了海玲自首的机会 看他真心悔过决定申请给他减刑 随后他跟微笑提出了分手 而微笑也没有抢求 当初俩人开始时金珠送过自己鞋 这次微笑同样买了双鞋 送给金珠当离别礼物 可金珠却没有给微笑准备分手礼物 微笑提出让金珠穿上他买的鞋 俩人跳个华尔兹 金珠穿上微笑买的皮鞋 微笑内心酸楚先走到台上等着金珠 俩人就这样跳起了当初没正式谈恋爱时的舞 所有美好回忆涌上俩人心头 跳到最后金珠已经哭了出来 他不舍得抱住微笑 虽然舍不得但他始终过不去微笑养父 因为他昏迷不醒的坎 一年后扭骷髅式变回了微笑 明在母亲被微笑安排到了工厂里当厂长 明在也决定重新生活 以后老了上天也有脸面对海澜 而横在微笑跟金珠中间的这道坎微笑养父 最后看过病魔健康出院 得知消息的金珠心里终于放下了包袱 他让下属去微笑小时候待的孤儿院 领养了一个叫善雅的女孩 这天金珠下班要去看善雅的路上 正好看到微笑的背影 他赶紧追了上去 可惜跟丢了 哪知就在金珠放弃一抬头间 看到了微笑在蛋糕店前发呆 一年未见的俩人就这样相遇了 金珠安排下微笑就起身拿咖啡去了 本想跟金珠提出重新开始的微笑 却看到金珠手机来电 上面赫然写着天使爱人 微笑以为金珠已经有了另一半 他伤心地直接走了 殊不知天使爱人就是金珠收养女孩的称呼 等金珠拿来咖啡已经不见了微笑身影 金珠拿善雅当成女儿更是谈心的对象 孤儿院出身的善雅 似乎也很成熟知道金珠爸爸的心事 他让金珠来教堂等自己 微笑离开后便缘分搬来到孤儿院 而金珠收养的善雅正好是微笑背后资助的孩子 善雅听说眼前人就是金珠爸爸日思夜想的微笑 他故意把微笑引到教堂 此刻金珠正在教堂里等善雅 善雅拉着微笑说让俩人结婚 有了善雅的撮合俩人又开启了新的恋爱人生 重新走在了一起 海玲这边因为自首又得到当事人金珠的原谅 及有病的原因免了阴桌子 他经过一年的治疗把刘海治没了 心里也恢复了正常 副社长带着海玲来看父亲 海玲还为父亲亲手熬夜做了娃娃送给他 海玲父亲感动得痛哭流涕 然而那因当初吃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没有毒死自己反而被白在鹤抢救 及时送进了医院成了植物人 那因现在的状态白在喝水都没有告诉 他每天都会买来一束花陪那因说出话 那因什么都能听到也能从心里回话 就是不能动不能开口 别扭吧 从未面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